各位优秀的领导人,伙伴们,家人们,大家好,我是燕君,我想今天肯定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,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一会儿讲的不好,你别着急走,因为我呢,就是你到去饭店,要点菜之前,一定会给你上一些小菜,我就是那个小菜,你忍住,等我讲完了,等那个主菜上桌,我就是那个绿叶,等红花上来,你绝对不许此行。 新来的朋友们,我跟大家介绍一下,因为那个肯定还有不认识我的人,我叫燕君,在来到咱们环境前呢,我在大学做老师,我呢,没有在做各位那么睿智,说我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环境,什么样的事业,我要创业,我要怎么样,我没有那么睿智,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愚钝的人,我是怎么走到这个环境里来的呢? 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一直不甘心,一直觉得他这辈子绝对绝对不会受穷的人,这辈子绝对是个富豪的人,然后一直不甘心,一直在打拼的人,我老公,我初恋男友, 他呢,从我认识的,今年我们俩结婚22年了,从我认识他就一直在折腾,这22年来,他换了大概有20多个工种吧,真是,20多个工作,不管是实体的,还是虚拟的,一直在折腾,就是从来不甘心, 然后,就是一直在跟我说,这一次,就打不死的小强嘛,这一次我养一养伤,下回我再战,就是那种人,然后呢,我就,有一次我就攻出了, 因为他有一次,他那个,这一次,因为疫情,他的生意又失败了,失败了之后呢,他就抑郁了,在家养的就是,谁都不见, 然后后来,他的大学同学,雪飞大哥,也就是我们家的恩人,雪飞大哥和薇薇姐,把他带出去了, 雪飞大哥约他的时候,我在想,是坏了,这个,要是再约不出去,这个人可能就要完了, 但是,感谢雪飞大哥,雪飞大哥把大方带出去了,然后,带出去之后呢,我就在想说,因为我要出差, 然后,那个,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,我就出差走了,走了,大概是三天,是四天呢, 我就回家了,回家了之后,我就疯了,为什么疯了呢,就是因为我们家除了房子没换, 我没换,我儿子没换,剩下全换了,我们家摆了一厨房的金锅, 然后,就是大大小小,一排又一排啊,然后我们家净水器也换了, 然后那个,空气清晰器,那个净化器也换了,然后满桌子的这个保健品换成了安利营养素, 唉,我当时就真是疯了,因为我,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, 这些年做的东西也太多了,对,就是换的特别彻底, 除了我没换,我儿子没换,然后我就说,我说,你是又干回来了吗, 我这,真是咬着后槽牙,但是你说他刚抑郁抖出去, 完了就活灵活现的,笑容满面的跟我说, 我也怕打击他,我说,那,那你就做你的吧, 他说,你来跟我看看,现在的安利不一样,我们老师, 找到了世界第一的陈老师,我说,啊,然后听不进去, 那个时候人特别一顿的时候,真听不进去, 那个时候我就像带了金刚照,你说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, 我当时下了一个豪言壮语,我说你干你的, 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事业,你又找到了你特别崇拜的老师, 你就好好干,我也不打扰你,然后你也不要打扰我, 因为我有我自己钟爱的事业,老师不说人生一定要有梦想吗, 我有啊,我的梦想就是当老师,然后我一步就实现了, 我就做了20年的老师,等到我走到这个环境之后呢, 我才发现我有多,我有多寸,因为我这就是20年的功龄, 我也现在是副教授,然后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, 就是我的年收入,还没有加洛大哥那个年终奖多, 行了,不能再说了,再说这个小心脏,拔凉拔凉的, 然后呢,我就看大风哥每天拿个小笔记本在那听老师讲课, 然后我在这儿那个被课,我说你小点声, 然后大风哥咬着后条牙告诉我, 老师说了,改变别人是痛苦的,改变自己是快乐的, 我当时就想,哎呦,还弄出一,还弄出一鸣眼, 然后我还笑着呢,笑着,然后他就每天在食养素, 真他特别认真,他吃东西是非常认真的,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,他睡眠好了,我就特别生气, 因为我睡眠不好,我就翻来覆去的,他就呼呼睡, 我都想把他平醒,后来又想有点过笨, 然后我也听话了,就是事实最大嘛,是吧, 就好好吃吧,因为那么就是他已经换了, 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营养素都有嘛, 然后其实我身体特别不好,因为我这个专业性子, 我是学舞蹈的,我做舞蹈老师已经20年了, 我是特别迷之,韧性的去减肥, 把我的身体造的就是特别的惨, 然后例如我的那个,我的那个半月板损伤啊, 我的那个就是血压呀,都特别低, 我就发现大风哥陆续的睡眠也好了, 然后我发现他以前就是睡觉躺口水也没有了,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他原来这两颗有那个质疑性皮眼也好了, 哎,那我也好好吃吧,就这样,一个月, 就一个月,我后背有一个这么大怀孕我儿子, 就一元那个钱币那么大的施针, 是怀孕我儿子得的, 当时就说怀孕的人不能用那些东西嘛, 然后等到怀孕好了之后,我也是到处去找医生看, 也是花了好多钱,我都不知道花了到底多少钱了, 也没治好,哎,一个半月,一个月左右吧, 我就湿疹就好了,因为我本身特别白, 但那一块就一直是红红的, 然后好了,就神奇般的好了, 我就想,哎,厉害了, 然后我的失眠也好了, 然后陆续的呢,有一天我就头特别疼, 然后大风哥说,那个老婆要不你测测血压吧, 是不是血压又低了, 因为我的血压一直是五十八十,四十七十, 就挺恐怖的,我经常跟我儿子说, 将来呀,妈妈可能要丢, 然后你别嫌弃我,你把妈妈理回来, 现在可能也不会给她机会了, 因为测完了那个血压之后, 我神奇般的发现,我的血压是六十八, 一百零八,真是大概有十年, 至少十年,我没见过这个血压, 真的,我就觉得,哎,我太幸福了, 然后继续就好好的用产品, 我就,然后之后开始,真是有实践了, 然后有那个事实了, 我就开始用上雅枝了, 我原来的大干皮有多严重啊, 就是我早上八点化完妆, 我到了学校,大概十一点左右, 我这个皮肤就干的,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做, 就是也是一样有干皮的人, 就是沙漠大干皮, 就是要裂口的感觉, 你说我是特别爱美的人, 就是不停地化化妆品, 不停地化化妆品, 老师说八国联军, 我都不知道我是多少国联军, 就是听说,不能听谁说这个东西保湿, 也不能听说这个东西去皱, 立马买回来, 然而都不好使, 我就用上雅枝, 我刚开始就用的红帮提纳, 就那一套, 就刚开始, 因为我就买那一套, 然后我就发现, 哎,好使, 不干了, 然后我就开始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了, 然后我就挨个室, 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好了, 就现在皮肤可以说, 能不能吹一下, 说吹坦可破, 反正你们也看不见我是真人, 我就吹了, 其实是真的, 皮肤真的挺好的, 而且越来越好, 尤其大家在用上那基因十字, 我好像是做广告的, 不是啊, 不看广告, 我们看疗效, 是真的, 你要看见我皮肤, 你绝对会羡慕, 因为我就是受益者, 然后我儿子也好好吃营养素, 一个17岁的男孩,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, 就是男孩17岁的时候, 这个脊柱是这样的, 就是孩子特别疲乏, 天天倦怠, 然后大黑眼圈, 他还说, 他遗传基因不好, 是他爸爸给他带着来, 然后我说那那个, 也可能是, 就我们俩都这么赖, 甚至他爸那脸上, 满脸那个豆, 我们俩也说, 他爸一脸对法建筑物, 就那个豆, 我老公现在那个脸, 也是因为持营养素, 加上有雅滋, 那皮肤好了, 天天做面膜比我还勤, 就是换来了, 现在这个脸上那个豆也少了, 然后我儿子就是, 我儿子从开始吃, 然后你就觉得真的特别神奇, 这个孩子就这样了, 然后就往上涨了, 然后他原来瘦, 因为他皮肤好, 去年还因为皮肤好, 进过医院, 然后我是因为疫情, 把他领出来打得点滴, 现在觉得特别无知, 真的, 就是这个点滴对孩子造成的影响, 你们要是想说, 有多无知, 你们进来好好听老师讲,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无知, 然后现在我儿子就健健康康的了, 皮肤也特别光滑, 这个脸蛋也有肉了, 既然蛋白也特别充足了, 真的, 我们家一家三口, 就是营养素和雅兹的受益者, 就是怎么说呢, 就是说特别特别感谢这个环境, 那我刚才说了, 给大家留了个悬念, 说我是怎么真正走到这个环境里来的, 其实是源于一位特别我的偶像, 怎么说呢, 是因为我跟我老公一直在反抗反抗反抗, 一直反抗, 然后他说萧萧老师要来哈尔滨了, 我说哦, 他说萧萧老师是为我来的, 然后我在想, 我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, 萧萧老师是哈工大毕业的, 然后因为不甘心, 就是哈工大毕业去了华为工作, 因为不甘心又去德国留学, 我一想高学历, 眼睛就亮了, 然后他说在德国留学之后呢, 因为中国一年去, 又把老师召回来, 然后做了董事长助理, 我一想这么厉害的人物, 他说但是老师不甘心, 然后从事案例行业已经16年了, 去年嘛, 我们走进来的, 说从事案例实业16年了, 我说哦,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, 他说老师为了我要来哈尔滨, 你一定要见见老师,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出于礼貌, 去见老师, 因为我工作20年了, 这点礼貌还是有的, 然后就见了老师, 当时到了高铁站的时候, 我非常震惊, 因为我没经历过那种场面, 大家都绷着鲜花, 然后笑容满面的, 就是翘首期盼的那个, 等着有人来, 我在想, 好像接明星是不是就是这样的, 反正也没见过明星, 但我就真的挺受震撼的, 然后我就等啊, 跟着大家一起等, 然后就看你有一个高大, 帅气的人迎面走来, 然后我就在想, 哎, 我就看我老公的眼神, 也笑容满面的, 我一看啊是, 他说这是我们老师, 萧萧老师, 我说啊, 我说啊, 我说这么, 这么彬彬有礼千千君子的人, 我说现在做安利的人是这样的吗, 然后当时就画了个问号, 当然我就发现第一项是非常重要的, 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去听老师演讲了, 就是真的, 一会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老师演讲, 你们都不知道老师演讲有多有魅力, 我当时就随着老师的就是说他老师的演讲, 然后听他如何白手起家, 如何打造团队, 如何热爱这个事业, 如何热爱产品, 然后如何的那个跌宕起伏的, 经过很多的那个磨难, 然后重新在走进这个事业里, 跟上世界第一, 就找了老师那么多年, 跟着老师十多年, 跟着陈老师十多年, 然后如何如何的, 就是真是那个心情随着老师跌宕起伏的, 他没听够呢, 老师就讲完了, 然后老师下来看着我说, 燕君我这么讲行吗,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会有什么感觉, 但我当时真的特别震撼, 然后我还就是, 表现得还不是那么太强烈的感觉, 我说特别好特别好, 其实我内心真是波澜壮阔, 因为我这二十多年当老师, 我听过很多讲座, 也见过很多教授, 也见过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人, 但是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优秀的人, 然后能这么谦卑, 问我这么讲行吗, 你说我是谁呀, 他干嘛要问我呀, 我当时就想这个人真的, 他的人格和人品是让我蛰伏的, 我当时就想不管安利是什么, 只要我老公跟这个人干, 干什么都没问题, 真的我就是这样打开自己的新门, 然后跟我老公进来好好看这个事业的, 然后我走进来之后发现, 这里每一个人, 真的新来的朋友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那个手机, 看看这视频上每一张笑脸, 每一个人都是老师复制针贴, 在我曾经什么都不会的时候, 这里的哥哥姐姐就一点一滴的交往, 一点一点的帮助我, 真的很多很多人都帮助过我, 我都不能细数了, 因为太多也浪费时间, 就你们一定要相信老师打造这个环境有多有爱, 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个环境里, 就是因为我被大家感动着, 我每天都被大家宠爱着, 被大家包容着, 从什么都不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学习, 真的就是这里有人教有人帮, 然后我做到的就是一学二欢三改变, 因为我想要做这件事情, 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挣钱, 老师教我说只有内行人赚钱, 那我怎么能变成内行, 由外行变成内行, 那我只有学习, 然后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好好学习, 跟老师好好学习, 真的就是这一点一滴, 我从来都没想到, 就是说我们家现在一家三口特别特别幸福, 连我儿子都说, 我爸爸这次真正的选择了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职业, 因为天下无贼的人说老公太善良, 是天下无贼的人选择了一个能用爱去帮助人的事业, 然后还有被动收入, 我儿子说咱们三个人越来越健康, 要不没有安利营养素, 他说他不知道我们三个人的身体会垮成什么样, 然后我们三个人天天其乐融融的, 天天开开心心的, 他学习也没有压力了, 这个从我们走进来环境之后, 我们也每天晚上在这坐着跟老师学习, 我儿子自己在物理学习, 他这成绩一直在进步, 高二的孩子其实每进步一点都特别特别难, 因为他现在知识点也非常难, 我真的特别感谢, 感谢老师, 感谢我们这个大家庭, 我只是重新换了一个环境, 换了一群我值得交的朋友, 我就收益了特别特别多, 真的就是而且跟着老师, 我们还有很多被动收入,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, 真的特别特别幸福, 大家肯定觉得我说了这么多, 其实特别着急, 尤其是很多听过老师讲课的朋友都知道, 老师实在是太有魅力了, 新朋友, 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样, 跟我们这些一直在这里跟着老师学习的朋友一样, 能认真地聆听我们老师, 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, 剩下的时间呢, 请大家刷起一波小花花和小心音, 给我们尊敬的老师我的偶像, 给大家刷起一波, 谢谢大家。 燕君姐好棒啊, 伙伴们大家好, 特别开心, 刚刚我看到留言区有人问, 说燕君姐是90后吗, 说得太美了, 但是我跟你讲, 她不是90后, 跟我是同龄人, 她是00后跟我差不多, 没发现我们差不多, 我们都是同龄人, 阿列社的迷人呢, 就迷人在, 你越来越猜不出她的年龄, 同时呢, 我们每个人都很自信的, 愿意把自己的年龄, 去讲给别人听, 那我们每个人走进案例, 看起来是偶然, 其实都是必然, 你再回想, 每个人走进案例都是必然的, 感觉是偶然, 而且你会发现, 好像我们每个人做案例, 并没那么难, 好像听了一堂课, 或者听到某句话, 或者你认识某个人, 你就进来了, 那有的时候, 我们在不断不断推荐人的时候, 我们会发现, 有的人怎么那么难呢, 有的人怎么就一直不进来呢, 合不合理, 合理, 为什么, 因为这个世界上再好的行业, 都不会所有人都做, 对吧, 所以有人在问, 说如果你说案例这么好, 那如果大家都来做案例了, 最后一个人怎么办, 曾经就有人问过这种问题啊, 有一个村里的人, 说如果我们村的人都来做了, 那最后一个人找谁啊, 他说找隔壁村的, 那隔壁村的如果要都做了, 再找隔壁村的, 其实呢, 一个错误的问题, 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答案, 对吧, 就像一个再好的女人, 也不会所有男人都喜欢, 对吧, 一个再好的行业,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她, 因为是给谁准备的, 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, 对吧, 安理是给需要人准备的, 但我发现做案例的人都有一个特点, 不做案例的人一般也有一个特点, 就做案例的人, 基本这一生, 用一个字来形容, 他一直在找, 一直在找, 那些怎么都不容易做案例的人, 他这一生呢, 一般也用一个字来形容, 叫等, 你发现一个是找, 一个是等, 就意味着一个主动, 一个被动, 你没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走进来的人, 好像都是在寻找什么, 找一个机会, 找一个环境, 甚至找一款营养素, 就一直在找, 一直在找, 找干嘛,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,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赚钱, 钱在哪里, 钱在财富, 财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, 就我们一定要明白, 一个最底层的逻辑是什么, 就是我们的钱, 我们的财富是在问题的背后, 一个没有办法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, 你是不可能赚钱的, 各位认可吧, 所以为什么我的老师讲, 在这个世界上, 80%的人是普通人, 因为这些人是被问题困住的人, 遇到问题就躲开的人, 而15%的人是成功人, 因为他们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, 而5%的人会成为顶尖高手, 因为这些人是提着灯笼找困难, 提着灯笼找问题, 对吧, 会成为顶尖的高手,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,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帮别人解决问题, 我们这一生是不可能有钱的,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开车的, 所以帮别人解决了出行的问题, 人家给我们钱, 如果我们是在饭店, 去做饭的, 烧菜的, 我们帮别人解决了饿的问题, 人家给我们钱, 我们打工的是帮老板解决问题, 所以老板给我们钱, 对吧, 为什么打工是最有风险的一个行业, 因为你不敢保证, 你一直能帮老板解决问题, 因为有一天可能老板的问题, 你已经解决不了了, 或者有别人可以解决了, 我们可能就被取代了, 是这样吧, 总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, 一定是帮别人解决了问题, 我们才获得财富的,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等着财富走过来, 我们必须要去找, 对吧, 到底财富在哪里, 为什么我们要, 我的老师跟我讲, 说一个人不能用我们的专业, 去规划我们的未来, 而应该用趋势去规划, 就不能用专业规划, 用趋势规划, 什么道理, 比如说我们曾经学的专业, 今天这个专业已经, 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解决问题了, 比如说跑跑学的英文专业, 四遥学的英文专业, 好了, 现在学英文的人还多吗, 不多了, 为什么不多, 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, 出国的人越来越少了, 学英文的人越来越少了, 而且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, 随着很多线上的课程, 随着很多翻译的软件, 好像我们学英文这个本事, 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, 所以为什么赚不到钱, 那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, 需要我们解决问题了, 那如果我们的专业, 学得再好,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人, 需要我们的专业, 解决他的问题了, 那请问, 我们专业不就没有用了吗, 所以我们要为情报去学习, 因为学习我们才知道, 趋势在哪里, 一个人要学会用趋势, 去规划自己的未来, 对吗, 那我们怎么了解趋势, 你就看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, 对吗, 一个是问题多的地方, 问题最大的地方, 一个是最有财富的地方, 对吗, 就像19年, 武汉疫情刚来的时候, 那个时候人们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口罩, 那个时候人们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消毒液, 当时公司, 那个时候只有安利公司, 个别一些公司出那种消毒液, 安利公司突然那种疫情的时候, 安利公司把大部分的消毒产品, 当时都给了武汉的疫区, 所以我们那种突然就买不到了, 我的这个级别给我配售了一瓶, 就是我有资格买一瓶, 还好原来我家有, 当时我就把这瓶给了若西姐, 就是一个名额呀, 给了若西姐, 你说当时就那一瓶几十块钱的东西, 因为若西姐当时有一个名额去买, 那如何至宝啊, 对吗, 为什么, 因为能够, 这是每个人的问题, 所以那个时候谁能帮别人解决问题, 谁就赚钱了, 当然这只是短暂的, 因为疫情终究会过去, 对吗, 但是有一个, 无论多长时间, 甚至它会一直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几个问题, 什么问题, 就是健康的问题, 现在健康的问题, 无论是国家层面, 还是我们家庭层面, 还是我们每个人认知的层面, 我们有没有发现, 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已经重视健康了, 越来越重视健康了, 特别是前两天, 应该是昨天吧, 就是飞机失事这个事件, 有没有一种感觉, 就好像, 总之就是那个心里, 就感觉, 哎呀, 就是突然好珍惜生命, 对吗, 你就突然感觉, 这两天有些, 就是从昨天知道这个事件之后, 就心里呢, 有那么一点点的, 就是好像不舒服, 同时呢, 我们也去感觉我们自己很幸福, 我们很在爱生命, 今天我们能够快乐的活着, 我们还有一份事业, 我们还有一个学习的环境, 就自己特别特别的幸福嘛, 就像老师跟我讲, 人生的态度就应该是满意而不满足的, 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这一刻, 是要很满意的, 如果一个人不满意, 我们就会抱怨啦, 焦虑啦, 对吗, 然后挑剔啦, 这样的人也一定不快乐, 不快乐, 也就一定不会健康, 但是人生很满意, 同时也要不满足啊, 我们要过得更好啊, 对吗, 我们能改变的事情, 我们就要把它变得更好, 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, 我们就去接受,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呢, 这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问题, 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呢, 我们甘心就是生老病死吗, 对吗, 是生老病死, 人之常行, 谁都逃不过, 但是到底是有质量的活, 还是质量很差的活,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, 今天如果我们有能力, 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变得很好, 我们每天活着很开心, 很快乐, 身体很舒服, 为什么前几天, 我发了一个小视频说, 我说低级的炫富, 是炫什么, 是炫我们有什么, 有车, 有房, 对吗, 有钱, 有存款, 有这有那, 但现在高级的炫富, 不是炫有什么, 是炫没有什么, 没有病痛, 没有压力, 没有烦恼, 没有高血压, 没有高血糖, 没有高血脂, 今天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, 真的, 这真是一种高级炫富, 不是每个人都能炫得起来的, 今天随便找一个人问一问, 有没有高血压, 高血脂, 高血糖, 对吗, 基本很多都说有啊, 对吗,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有本事, 有能力, 能够获得健康, 我们再帮身边人健康, 我们再传播健康, 这不就是未来的趋势吗, 对吗, 我们能够去帮别人解决问题, 我们未来就一定可以有财富, 所以现在大健康产业, 现在是都在提, 国家也在提, 全民都在提, 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人都说, 哎呀, 我这是大健康产业, 我来一个大健康的项目, 什么这个平台, 那个平台, 对吗, 因为我们都知道, 大健康一定是有一个趋势, 那好了, 那所以呢, 如果今天我们不学习, 我们很多人, 不但没有在大健康产业里面获得健康, 反而健康还被别人给剥夺了, 为什么, 很多人盲目的选择, 很多人不懂的到底什么是大健康产业, 反而成了别人的韭才被割掉了, 对吗, 那很多人反而被骗了很多的钱, 就是为什么老师告诉我们, 一定要学习, 因为有了学习力才有分析力, 有了分析力才有判断力, 人生有了判断力, 我们人生才有选择权嘛, 如果我们不学习, 我们甚至来选择到底, 选择什么样的行业, 什么样的平台, 我们都不知道, 就容易被人家忽悠, 对吗, 就容易被人家忽悠, 人家说这个就那个, 人家说那个就那个, 是不是, 当然如果你一直找, 一直找, 一直找, 你身后还有一个像彦军这样的老婆能够支持你, 像大鹏这样的也行, 总结果你能碰到一个正确的,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, 对吧, 也没有解像彦军这样的, 你换过二十几个行业了, 打不死的小强, 那问题是不是你跟人在折腾, 是一家人陪你折腾啊, 对吗, 所以大鹏真的要感谢这个老婆, 这老婆真的很棒, 所以成功的男人啊, 真的是有一个成功的女人, 是真的呀, 一般的男人, 如果这么折腾, 到处被骗, 到处能够实体的, 又是什么虚拟的, 到处能够弄来能够去, 对吗, 不找被他们打不死的小强, 对吧, 下面家里那个先把他也变了, 对吧, 总之确实啊, 今天我们怎样, 人生啊, 我们选择之前,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去学习, 很重要, 我们知道未来的趋势在哪, 所以今天我们都说, 大健康产生未来的趋势, 但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底层的逻辑, 大健康产业, 就一定是能够帮助别人健康, 对吧, 如果都没法帮别人健康, 那请问, 你知道什么大健康呢, 连小健康都做不到, 你还讲什么大健康呢, 讲太大了吗, 老师说, 天下大事, 必做于细, 天下难事, 必做于义, 就我们很多人都想做大事, 但是却不愿意做那些细节的小事, 我们都想做难事, 才不懂得要做于义, 却其实真正的大健康产业, 你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, 一个判断标准, 就是他能不能帮你健康, 对吧, 能不能帮到我们自己健康, 如果这个事都不能帮我们自己健康, 那请问, 那怎么能帮别人呢, 我们不能帮自己健康, 我们不能帮别人健康, 我们怎么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, 我们怎么会获得财富呢, 不可能的, 你看刚刚彦军分享, 为什么他们做得好, 为什么他们做得快, 你看彦军从9月份进来, 这刚刚就是9月份, 就是这个财年出的事情, 现在已经达标了, 你看他的团队很漂亮, 为什么, 就是因为他们很简单, 就是用学习的营养知识, 用纽纯来的产品, 帮他们一家人解决了问题, 解决了大鹏的健康的问题, 也解决了大鹏的实现梦想的问题, 也解决了这个彦军的身体的问题, 也解决了孩子健康的问题, 对吧, 而且让一家变得很幸福了, 他解决了问题, 他自然就会用这种经验, 用自己的感受, 是帮别人解决问题, 昨天我又听彩坤的分享, 也是非常非常棒, 对吧, 就结果彩坤的整个身体的变化, 他妈妈开心的不得了, 整个一家人全都进来了, 对吗, 所以其实案例事业真的很简单, 我们不要把它做得太复杂,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是世界第一, 老师说案例事业有两难, 第一个, 我们很难相信案例事业真的这么好, 第二个, 我们很难相信案例事业真的这么简单, 对吗, 真的很难不容易啊, 特别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, 就会怀疑, 你真的这么好吗, 对吗, 一般是边做边怀疑, 然后做一做, 反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, 对吗, 如果我在外边, 如果我当一个副总, 应该会更好吧, 对吗, 如果我能管六家公司, 要当个总经理, 那应该也不错吧, 如果我要是能够在一家五百强的企业, 如果能当个法国的副总裁, 那多了不起啊, 如果能够成为四万人的一个销售冠军, 那太牛了, 对吗, 所以我们都会这样, 会认为是不是有更好的, 但是不断不断的比较, 会发现案例事业真的太好了, 所以你是很难相信, 一旦你相信了案例事业真的那么好, 我们就不会去犹豫了, 因为做任何事情怕什么, 就怕犹豫不决, 就怕我们没下一个决心, 对吗, 就是比如说你想追一个女孩, 你不能说, 你表白一下, 说我表白一下事实, 如果你要同意嫁给我, 那我就追你, 你要不同意, 我就不追了, 你觉得你这样讲的话, 谁会嫁给你, 就你连决心都没有, 对吧, 你心里真的假的, 最起码拿出决心来, 你得说出来, 非你不娶, 这种态度拿出来, 才能影响人家嘛, 是不是啊, 那到底你是不是非他不娶, 那是以后来说的事嘛, 最起码那一刻的决心很重要, 就像今天我们重置个事业, 这个决心很重要, 就是要下一个决心, 这是最好的事业, 我一定要在这个事业成功, 对吗, 但我们真的认为阿利西亚的好, 我们看懂了, 阿利西亚真的不难, 那第二个难就是, 我们很难想起, 阿利西亚真的这么简单, 就简单到, 就像我们老师讲的, 就一个简单的336, 就已经融合了老师, 40年的创业经验, 我们的老师当年, 一个人从台湾起家, 一个人从台湾, 对吗, 40年前从台湾, 一个小岛开始, 今天老师, 我们今天一走进来, 我们是有一个介绍人带我们的, 我们是有一个环境学习的, 会教我们什么336啦, 2689啦, 七天跟进啦, 有经验给我们的, 但当时我们的老师, 选择这个事业的时候, 老师的介绍人, 只负责把老师带进来, 听了一堂课, 然后介绍人, 就离开了, 老师是一个人做, 老师是开路者, 一个人, 老师从台湾的小岛, 借助安利这个平台, 今天老师的事业榜图, 遍布到全球50几个国家, 老师的学生将近300万人, 老师就连续十几年的全世界第一, 被称为世界第一华人之光,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会把事业做得这么大, 你说老师是不是有三头六臂, 其实真的不是说老师都有能力, 老师都有口才, 不是, 对吗, 而老师是真的是大师, 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, 老师的安利事业就是一个三三六, 40年的经验, 总结出一个三三六, 这就叫大道治解, 当然今天是讲一个营养的话题, 我就不再去讲安利了, 我这个人没办法, 因为安利太好了, 忍不住就要讲安利了, 对, 还是要忍得住, 对吗, 先讲个营养的话题, 那其实营养也很简单, 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学习营养, 其实我说每个人走进安利, 其实都是有一些原因的, 比如当时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, 当时我接触安利的时候, 我爸爸妈妈的身体都非常非常不好, 而且我爸爸已经糖尿病已经20年的时间, 而且合冰症, 而且大小脑萎素, 当时已经卧床不起, 已经不认识我了, 所以我就非常能够体会, 一个病人给一家人所带来的那种灾难, 真的是一种灾难, 昨天我在分享一堂医养课的时候我还讲, 我说其实现在有一种病, 变得越来越年轻化, 而且越来越普遍, 但这种病其实很恐怖, 比癌症恐怖, 这种病比心脑胸管恐怖, 比心脏病, 比很多都恐怖, 叫什么, 就是老年痴呆, 老年痴呆现在变得越来越年轻化, 越来越多, 但是老年痴呆, 当然很多人说我有吗, 你没有, 你别吓自己, 但是你要也要有时候想一想, 会不会记忆力比原来下降, 会不会经常这也记不住, 那也记不住, 老年痴呆不是一下子痴呆的, 因为你从来没见过一个人, 一下子就啥也不知道了, 那叫意外, 正常都是慢慢慢慢慢慢的, 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多,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病,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呢, 因为这个病, 他不是只是给个人带来的那些病痛和伤害, 而他的拖累是一家人, 而且不是一年, 不是两年, 甚至是十几年, 甚至是十几年, 这个病, 你看雪飞大哥能够走进来, 他就很有危机意识, 他就说, 你看他以他, 你看我们是同龄人的, 七五年的, 也快五十岁了, 然后他说, 你看他现在开始就已经血糖高, 血脂高, 血压高, 他说那以这种发展下去, 他将来一定是迟来跑不了, 他说那如果他六十几岁, 老年迟来的时候, 他的孩子才二, 他的女儿才二十岁, 二十岁, 你说我们当父母的, 说我不能给孩子加分, 人家找据像的时候, 然后还说, 你看他家还个傻爹, 其实听起来好像很搞笑, 但事实上, 这是事实啊, 对吧, 这是个事实啊, 确实是这样的, 那可能别人就会考虑考虑嘛, 所以说今天我们确实是, 我们一定要重视, 现在老年痴呆, 为什么越来越多, 因为老年痴呆很大一部分原因, 是因为脑共血不足导致的, 所以刚刚彦君, 你看他还是有一个常识的, 他说他血压低, 他跟他儿子讲的, 说将来我可能把自己丢了, 那把自己丢了不就是痴呆吗, 那血压低的人, 为什么就很容易的, 很容易的痴呆呢, 是因为血压低, 血压怎么来的, 血压不是心脏泵血, 对吗, 心脏泵血嘛, 心脏泵血, 给血管内壁的压力, 不就是血压吗, 那如果血压低说明什么, 第一, 我们的心脏的动力不足, 就是心脏一收缩, 有的人力气大, 那你血压低就力气小, 心脏力气弱, 第二个, 血液里边的血量, 血流量小, 少, 所以血压低的人, 一般都伴随着大脑, 供血不足, 就是你没有力气, 心脏往脑子里面去供泵血啊, 没有力气啊, 还有你的血是少的, 所以就供血不足, 我说血压低的人, 一般都有个特点, 就是如果稍微在一个密闭的空间, 比如在车里面, 如果稍微人多一点, 然后呢, 他就上不来气了, 然后你告诉, 赶快开窗户, 别人没事, 他先不行了, 我老婆就是, 你说我们开开窗户, 不行不行, 我受不了了, 就是为什么, 因为你的血少, 水压低啊, 大脑供血不足, 血氧含量就小, 好了, 长时间的大脑都供血不足, 那个血液, 供血是干嘛, 供血就是供氧, 因为人的养分, 就是靠血液去输送的, 所以供血就是供氧, 那没有办法给大脑供氧了, 养料总是缺, 那慢慢慢慢的, 大脑的细胞就会慢慢慢慢的, 越来越少越死掉, 所以就会供血不足, 那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, 为什么说现在, 老人杀人多, 就是因为手机导致的, 因为越来越多的低头族, 你看我们看手机, 什么都是这样的, 所以你看现在大部分人, 你从侧面看, 脖子这个地方都是凸出来的, 就现在人整个是变形了, 原来应该是往是这样的, 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的了, 对吗, 我们习惯了呀, 躺在床上也这么看, 低头也看, 一直看, 慢慢慢慢的, 我们的身形就都是这样的了, 然后这个地方, 颈椎不好, 大脑就供血不足, 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, 你看平时的屏幕这样就很好, 对吗, 就别这么看了, 你平时你是坐车呀, 还是出去呀, 开手机没办法, 那这是没法避免的嘛, 但是我们就尽量的去活动活动, 让我们的颈椎要好一点, 包括现在很多人高血压, 莫名其妙的高血压, 是什么导致的, 莫名其妙的高血压, 其实也是因为颈椎导致的, 有很多人说, 为什么血压还能高呢, 是因为血压高, 本身就是人自救的一种反应, 就你要明白人血压为什么会高, 一个人的血压就三个要素决定的, 一个是心脏的动力, 一个是血流量, 一个是血管弹性, 是不是就这样, 就是心脏泵血打出去, 给这个血管内壁的一个压力, 然后呢, 它在收缩的时候, 血量打出去, 那个压力高叫高压, 在医学上, 你去检查身体叫什么, 叫收缩压, 心脏一舒张回来, 但是那个压力就变小了, 所以叫舒张压, 所以收缩压, 舒张压就是高压低压, 那正常人是80到120, 那为什么说有的人高了, 其实高的原因你自己来判断, 对吧,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什么, 是因为颈椎不好, 导致的大脑供血不足, 那大脑供血不足, 但是人的身体, 它要给我们大脑足够的血液, 足够的营养, 所以就增加心动力, 增加心动力, 就是它让这个心脏泵血, 就收缩就大一点, 就我们的人体, 它自己会自救的, 当我们的大脑, 这个颈椎堵了, 对吧, 供血不足了, 所以它自然就会, 让自己心脏的收缩力大, 它收缩力一大的话, 是不是就尽可能的, 让大脑供血多一点, 好了, 那今天如果, 当然我并不是说, 大家上医院去看病不好, 当然我们要明白, 无论是我们选个中医也好, 西医也好, 还是营养也好, 无论什么, 其实呢, 都是我们所用的资源,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, 如果不了解我们的病,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病因是什么,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健康, 交给任何人都是, 都是不对的, 所以为什么国家最近一直提, 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, 作为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, 医生不是负责我们健康的, 医生是负责我们救死扶伤的, 对吗, 医生真的不容易, 所以现在讲大白们不容易, 对吗, 你看现在疫情, 医生们, 医护人员真的很了不起, 你看延会现在就在, 七次上这个疫区, 对吗, 疫情前线, 很了不起, 第一次去的时候, 都写了器官捐证书的, 你就多了不起这些人, 对吗, 这我们就不要再给, 医务人员增加麻烦了吗, 对吗, 我们要把我们的健康, 要交给我们学习后的自己,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下, 那到底我们的血压为什么高, 血压高就三个要素, 一个是心脏的动力, 收缩变强了, 一个就是你的血流量变多了, 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变弱了, 谁血压就高了, 那你了解了解, 你说我为什么血压会高呢, 那你就想, 那是我的心脏动力足了, 还是血变多了, 还是我的血管硬了, 对吗, 那如果是颈椎导致的, 有很多人是颈椎导致的, 如果你颈椎, 因为你感觉已经很有问题了, 比如你一摸, 一摸你后面一个大脖子, 这个后边摸不到筋, 都是肉厚厚的, 对吧, 就顺便什么, 顺便已经颈椎已经开始堵了, 你自己感受嘛, 是不是厚厚的, 这个后边的肉越厚越不好, 所以这样的人就为什么容易血压高, 因为这已经堵了, 所以心脏动力增加, 为了把血液给到大脑足够的血液去供养, 那好了, 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 我们应该解决什么, 应该解决的是颈椎的问题,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医院呢, 医院当然它是用指标说话的, 医院是, 医院的方向就是要控制, 因为医院的第一原则, 是要保命, 是要救命, 它不是养生, 对吗, 就血压高知道, 你血压太高了, 是有危险的, 血压太高了, 可能会让血管破呀, 如何如何, 是有风险的, 所以赶快用健康药给你降下来, 但是健康药的方向是什么, 基本所有健康的方向是两个, 一个是让我们心脏的动力变弱, 就别跳得那么收缩那么强, 第二个, 让血管去扩张, 对吗, 所以一个人, 如果你是因为颈椎压迫导致的血压高, 你是要把颈椎通了, 而不是用药物, 把心脏的动力降下来了, 好了, 你是把用药物, 把血压降下来了, 心脏的动力减弱了, 但是是不是大脑供血就不足了, 对吗, 医生支付之后这些知识, 知道, 但是也要跟你这么做, 为什么, 因为在医生那里, 让你活着, 让你少危险是第一位的, 对吗, 医生一定是要让你先远离风险, 因为你血压太高, 你心脏蹦得太厉害, 那你万一血压高, 把血管冲破了呢, 怎么办, 所以一直给你降起来, 但是你自己明白一件事, 你制作原理之后, 你同时, 同时让自己安全同时, 要把颈椎把它通过才行, 是不是啊, 而且如果你长时间你不管它, 你越堵, 血压越高, 血压越高, 越加药, 最后呢, 就是心脏的动力, 心脏会衰竭, 很多一直长时间吃家药的人, 心脏会衰竭, 因为你的越来越没有力气, 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嘛,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多了解一下, 我们自己的身体很重要, 为什么说要把学习交给, 要把健康交给我们学习后的自己, 我们不用学别的, 我们学什么, 我们把自己去了解明白, 你看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车, 特别很多男生会了解什么车的发动机呀, 几个杆的呀, 对吧,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什么, 这个加速多少啊, 如何如何啊, 讲得特别明白, 但是呢, 却不到自己的五脏六腑, 却不到自己的身体, 那今天我们呢, 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什么营养学, 那我从来都没有定位自己, 是学习什么中医呀, 营养学都不是, 我也没有定位自己是营养师, 因为老师说不要成为讲师, 因为讲师讲师最后就变僵尸, 我一直给自己定位, 是一个健康达人, 就是我要让自己先变健康, 我自己先达到, 让自己先变健康, 那然后我才会有经验, 再去帮到身边的人, 然后再不断不断的传播,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也都是很简单的, 简单到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听懂, 就像今天我们的老师, 为什么安利能够做世界第一, 是因为老师的经验336, 能够帮到每个人, 是任何人都可以成功, 无论是像我们直播间里边, 70岁的金大哥, 还是供姐的妈妈, 80几岁的, 还是像从来没有读过书的金秀, 甚至连15岁的嘉俊, 对吗, 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, 所以老师今天的安利, 是能够帮到所有的人, 就是一个336, 那今天我讲的营养呢, 也很简单, 叫335, 所以你们不用学别的, 就把335学会, 反复学反复学去了解, 335学会, 你就会让自己健康了, 你真的做出来, 然后你传播下去, 也很简单了, 因为生意要做大, 外乎就是两个途径, 第一个是垄断, 第二是复制, 你所有的生意, 你想做大, 不就是垄断和复制吗, 你看中石化, 中石油, 移动, 所有这些是不是都想去做垄断, 阿里巴巴, 腾讯, 对吗, 但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可以做的事情, 那复制呢, 你像星巴克, 麦当劳, 肯德基, 三位, 是不是都是复制, 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复制, 就是因为简单, 那今天我们安利这个事业, 就是复制, 你看老师的336都能复制, 我们都会说336, 如果老师的经验, 是让我们背那个什么原重率, 对吧, 那我估计很多人背不下来, 什么3.1415926, 对吧, 和3.1415927之间, 对不对, 对吧, 是不是背不下来, 这越简单越好复制, 所以老师为什么是大师, 今天我们在学习营养, 传播营养的时候, 你要传播的很简单, 就简单到335, 那335, 第一个3, 就是三个力, 三个力, 这也是今天讲, 外防护, 内免疫, 这三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就人的身体有三个力, 第一个力叫抵抗力, 第二个力叫免疫力, 第三个力叫自愈力, 这三个力为什么特别重要, 我们把我们自身的这三个力搞好了, 我们身体就不会出大的问题, 第一个就是抵抗力, 什么是抵抗力, 我们以一个疫情, 是全民都把免疫力, 已经都提到日程上了, 所以这次的疫情, 是你说是好是坏, 当然这一定是一个灾难, 人类里想浩劫,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, 它也推论了人类在进步, 什么进步, 就是人们开始重视自己健康了, 在疫情之前, 没有人提免疫力这个事, 也没有人说好像好好的一个健康的人, 就要说要注意自己免疫力的, 没有, 但是疫情后呢, 大家都开始全民都要说, 我提升免疫力, 提升免疫力, 就是说明人们的观念, 已经开始升级了, 观念已经开始进步了, 这就是好的事情, 对吗, 那其实免疫力之前还有个例, 比免疫力还重要, 免疫力是什么, 免疫力是, 如果我们被病毒, 不仅不是新冠了, 包括感冒很多病毒, 如果不幸, 中招感染了, 一个免疫力强的人, 他很快能把病毒战胜, 对吗, 就像我们团队有很多人, 也有不幸感染上的, 但是你看是不是都很快就好了, 为什么, 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提升自己的免疫力, 你看前段时间新配去香港, 不幸染上了, 前两天我一直很担心, 然后在深圳隔离, 一隔离又查出来是阳性, 又被拉到医院, 又在医院开始治疗, 结果呢, 大家我在这里讲一下, 你们放心吧, 新配现在已经好了, 痊愈了, 这两天就会出院了, 已经没问题了, 你看我们美国的Youti, 他说美国刚刚开始有的时候, 是不是也不幸, 一下子也是被染上了, 结果他回到家里面, 就开始吃蛋白粉, 吃氧素, 开始拼命吃, 也没上医院, 结果是不是也好了, 就是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了嘛, 你看现在, 包括在医院也是一样, 你像我们团队医生们, 也问他们, 当时我也问吃月, 我说怎么办呢, 他也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, 今天在医院怎么去治疗新冠, 就是提升免疫力, 对吗, 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, 我们的免疫大军, 把它干掉, 所以其实一个人, 如果我们的免疫力足够强, 人是不会生病的, 免疫力足够强, 人生了病也不用怕的, 一个免疫系统足够强的人, 甚至能把癌细胞能够给吞掉, 但是问题在哪里, 就是免疫系统它有个天敌, 就很多人免疫力会迅速崩溃, 会迅速下降, 就是免疫力有个天敌, 这个天敌是什么, 这个天敌就是压力系统, 就是免疫系统的天敌是压力系统, 你们有没有种体会, 在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, 你身体免疫力下降, 无论是经济压力, 还是家庭压力, 还是心理压力, 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, 人的免疫力不好, 容易得什么带装抛枕了, 对吗, 容易得很多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病了, 就是因为压力非常非常大, 是不是经常又有一句话说, 有很多人的病是被吓死的, 确实有很多人呢, 你看你如果他查出了一种什么比较厉害的病, 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还没事, 你一旦告诉他, 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状态会急剧下降, 为什么, 就是那种心理的压力是承受不了的, 而一旦心里有了压力,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, 免疫系统的几句开始下降, 所以为什么每天快乐非常重要, 对吧, 你看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一直告诉我们, 要快乐呀, 要快乐呀, 说不是成功之后, 你再快乐, 是快乐之后, 你都可以成功啊, 老师一直告诉我们, 要开心呢, 因为开心才能开悟, 开悟才能开窍, 开窍才能开运呢, 老师还告诉我们, 安利的精髓就是快乐呀, 你看老师总是告诉我们, 要笑啊, 要快乐, 为什么要不断学习心态的问题, 因为一个人观念决定成与败, 心态决定苦与乐嘛, 其实苦也好, 乐也好, 是心态决定的, 对吧, 一样的事情发生了, 我们怎么样去看, 怎么去想, 也是老师叫我们三法定江山, 所以快乐真的很重要, 如果一个人有压力, 勉励就低下, 所以今天你看现在, 疫情当下, 是否很多人很焦虑, 压力很大, 对吗, 就这个时候啊, 更需要快乐, 更需要健康,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健康产业, 剩下它是一波蓝海, 它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, 就太多人需要健康了, 那好了, 那我就先讲第一个例子, 叫抵抗力, 其实抵抗力要比免疫力, 也不能说还重要, 就说它是第一步的, 说抵抗力是什么, 同样一般飞机, 比如说有一个人, 是这个无症状感染者, 就他是病毒血携带者, 但是他不会一飞机的人都被传染, 同样的一场流感来了, 班机里面很多小朋友被传染了, 但是总有人没被传染, 是不是, 为什么, 就是抵抗力不一样, 并不说我抵抗力强, 我就摆得不清, 这肯定不是, 对吗, 但是同样的病毒, 同样的环境, 抵抗力强的人, 被病毒感染的概率就小, 所以今天打疫苗, 打疫苗并不是提升抵抗力的, 打疫苗并不是让我们摆毒不清的, 打疫苗无论你打了几针, 并不是我们不被病毒感染的, 打疫苗是一旦被感染了, 它更容易好, 因为它容易让身体形成抗体, 增加免疫力, 能够识别病毒, 把病毒赶出去, 这是它的原因, 并不是我们就摆毒不清了, 所以很多人说, 我打了疫苗, 我不怕了, 我冲出去了, 那不是那个概念, 对吗, 打了疫苗, 口罩我也不戴了, 不是, 它两回事你要学嘛, 真有这样的人啊, 我打了疫苗, 凭什么让我戴口罩, 凭什么隔离我, 你也明白打了疫苗, 它并不是让你摆毒不清的, 脸白是真的我们想, 被病毒感染的概率小时候, 提损我们的抵抗力, 就是同样病毒来了, 并不是病毒, 我们跟病毒接触了, 有百分百倍传染, 不是, 不是的, 有些病毒到我们身体里面进不来, 因为人的身体有一个屏障, 是保护我们身体的, 这个最大的屏障是什么, 就是我们的黏膜组织, 黏膜组织, 就是什么是黏膜组织, 泌尿系统, 生殖系统, 呼吸系统, 这些, 它都是由大量的黏膜组织组成的, 再理解的通俗一点, 我们人体, 唯一的一个露在外面的黏膜组织, 就是嘴唇, 嘴唇没有毛孔吧, 对吗, 所以我们嘴唇的, 它不是皮肤吧, 它就是黏膜组织, 嘴唇, 是唯一一个露在外面的黏膜组织, 这次大家都有一种概念, 一个常识, 说如果说今天, 说要出去, 我们要做好防护, 防护什么, 是要戴护目镜, 要护住鼻子, 对吧, 和嘴巴, 戴口罩, 那为什么, 因为眼睛里边就是黏膜组织, 所以这次的新冠病毒, 它是通过呼吸系统, 它是通过黏膜组织感染的, 你吃东西吃不进来, 它不是通过消化系统, 它不是说你吃东西, 不是, 它是发展通过黏膜组织,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护目镜了, 为什么要出去, 不要揉眼睛了, 就是黏膜组织, 所以黏膜组织非常重要, 一个人的黏膜组织如果非常强, 它就是保护病毒对我们的入侵的, 那为什么说黏膜组织, 反而它很容易很弱呢, 是因为人的身体有一个功能, 叫拆东墙补西墙, 就拆东墙补西墙, 这什么是拆东墙补西墙, 因为人不是缺药生病的, 人是缺营养生病的, 这个概念我们一定是有的吧, 就没有人说防止你感冒, 吃点感冒药吧, 也没有人说防止你高血压, 从小开始吃健康药吧, 也没有人说防止你的痰痘病, 从小开始吃健康药, 没有, 所以人不是缺药生病的, 是缺营养生病的, 但是有人会告诉你, 防止你免疫力低, 多吃点蛋白粉, 防止你牙齦出血, 多吃点VC, 对吧, 防止你如何如何吃点, 多吃点血果, 就人是缺少营养生病的, 并不是缺药生病的, 但是人的身体呢, 我们是很难保证, 我们每天所摄入的营养, 都能供我们全身的器官去使用的, 我们很难保证的, 应该说谁也保证不了, 真的很难, 就是学习就让我们尽可能的要保证, 我们每天身体各个器官所消耗的营养, 能够我们能够从这个外界能够摄入到, 那如果摄取不足呢, 就猜中强补西强, 因为人的身体总之要给哪些器官, 营养要先供给给最重要的器官, 人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, 最重要的器官不就是五脏吗, 心肝脾肺肾肾, 对吗, 就人的这个脏器不是最重要吗, 就人的营养要先给他呀, 就为什么一个人一般我看出来, 为什么皮肤开始出皱纹了, 也开始衰老了, 为啥, 因为那个不重要啊, 对吗, 你长两个皱纹跟生命没啥关系, 没影响啊, 所以一般老, 人老先从哪老, 先从皮肤老, 因为皮肤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, 对吗, 所以先从你皮肤开始, 先开始老, 所以其实五脏六腑是要保证人的生命的, 所以一旦缺少营养, 他就会拆东墙来补这个西墙, 而人的身体最大的东墙是什么,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, 最大的东墙, 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倒霉一个东墙, 为什么要拆我呢, 没办法, 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人计划的结果, 这个东墙就是粘膜组织, 东墙, 人体最大的东墙就是粘膜组织, 什么意思, 就是如果人一旦缺少蛋白了, 先从粘膜组织上的蛋白开始掉, 如果心脏需要蛋白了, 因为心脏一直在跳啊, 一直在消耗啊, 先从什么开始, 先从粘膜组织上的蛋白开始掉,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, 如果你这两天不好好吃饭, 营养好像吃得不太好, 嘴唇容易起皮, 嘴唇容易干裂, 然后鼻子容易痒, 眼睛容易痒, 对吗, 很多女生特别容易得妇科病, 容易感染, 这都是因为什么, 因为身体缺少蛋白质, 开始从粘膜系统开始掉蛋白了, 粘膜系统的蛋白一旦少了, 是不是对外界的屏障就弱了, 所以抵抗力就低下, 就特别容易被外界的病毒细菌感染,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, 我们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很重要, 你看在我在十几年前学习营养的时候,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营养赛事协会就给出来的, 就中国人建议一天的蛋白的摄入量, 就建议的摄入量, 参考量是一公斤体重一克, 就一公斤体重一克, 比如说我75公斤, 每天建议我要补75克蛋白, 那一个鸡蛋有6克, 一个这么巴掌大的一块牛肉大概有8克, 可能这么长的一条鱼大概也8到10克, 其实你看看我们每天蛋白一般补充的不足, 所以因为补充的不足, 每天被消耗, 每天被消耗, 所以人就越来越老啊, 消耗快人老得快嘛, 就这么简单嘛, 每天人被消耗了嘛, 那你看现在就疫情之后, 国家营养协会所给出来的, 这个标准就改了, 说建议什么, 建议我们每个人一天失录蛋白的参考量, 是一公斤体重, 是1.5到2克, 是1.5到2克, 原来是1克, 现在是1.5到2克, 就意味着要翻倍了, 为什么, 就是因为让我们要每天要补充足够的蛋白, 让我们的抵抗力变得很强, 蛋白足不要拆东墙补这个西墙, 对嘛, 就别让西墙去, 东墙不就不拆吧, 就这么简单道理嘛, 就为什么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我现在基本上一天, 我要在家, 我都会吃4个鸡蛋, 蛋白粉大概要吃9勺, 然后呢, 我刚刚在这直播之前, 我还吃了一大块的一个豆腐, 那这都是蛋白呀, 然后平时呢, 我每天还至少还要喝两条的, 就完蛋白菜, 你还要吃七七八八的呢, 就蛋白量很足, 很多人说, 哎呀, 蛋白粉一天吃两勺, 能行吗, 说太多了, 你说你还买一勺还抖喽啊, 对吧, 抖喽抖喽, 别多了, 别冒尖了, 你说你抖喽什么, 你抖喽, 对吧, 你吃多了还能吃别人肚子里啊, 不都吃你自己肚子里嘛, 就很多人, 哎呀, 你要买多了, 我都抖喽, 一不小心抖喽, 外面还很心疼, 对吧, 你别抖了, 这满满的一大勺, 那你吃不足够的, 对吧, 人的身体啊, 是很需要蛋白的, 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, 我们的皮肤, 指甲, 头发, 哪一个地方, 不是蛋白质组成的, 我们平时同学生活当中, 我们又能吃入多少蛋白, 没有多少, 对吧, 所以一定要去吃优质蛋白, 非常非常重要, 而人量要大, 那除了蛋白质, 还有什么呢, 棉果性能就是微生素A, 微生素A, 是应该说, 它对于我们粘膜组织健康,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 如果微生素A缺乏的人, 粘膜组织就不健康, 所以微生素A很重要, 为什么微生素有微生素A, 微生素B, 微生素C, 微生素D, 你说这是怎么命名的, 是以发现它的顺序命名的, 微生素A是人类, 发现的第一款微生素, 所以命名为微生素A, 但是我们平时, 很少听说, 补充微生素A, 我们到了药店到哪里, 也很难买到微生素A, 为什么, 因为微生素A, 是脂肪性的微生素, 所以它吃多了会中毒, 吃少了还没用, 就是它就很有意思, 你吃多会中毒, 吃少还没用, 所以你怎么办呢, 你要是说你去药店去给买那种, 化工合成的那种, 你吃多了, 人家不会卖给你的, 因为它会中毒的, 那今天纽约来怎么解决的, 为什么纽约来是领导品牌, 它既然能成为领导品牌, 就一定能够具备, 别人所不具备的科技, 别人所不具备的实力, 否则凭什么叫领导人, 对吗, 就像今天我们的老师, 能够成为世界第一, 是我们超凡的领导人, 那就是一定老师的爱心, 老师的格局, 老师的经验, 就一定比我们强, 特别是经验, 所以老师为什么说, 说经验累积的智慧, 是帮助我们飞向天空的翅膀, 是经验累积的智慧, 老师是几十年的经验, 累积出人生的智慧, 才让我们的案例变得这么简单, 简单到只有336, 所以这是经验累积的智慧, 那纽约来为什么强, 纽约来是从1934年成立的, 多少年了, 它比案例公司还早, 它现在已经快90年了, 它也是经验累积出来的这个实力, 经验累积出来的智慧, 它怎么解决微生素A的问题, 就是生产出来这个东西, 天然, 你看写了, 天然类胡萝卜素, 天然类胡萝卜素, 这个有多好, 就是它不是直接把微生素A给我们吃, 而是会发现, 在天然的大自然当中, 什么里边还有微生素A多呢, 会发现, 有一种营养素, 它到了身体当中, 能够转化成微生素A, 就是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, 就胡萝卜素, 所以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, 你看这小白兔都喜欢吃胡萝卜, 对吧, 为什么, 说胡萝卜对眼睛好, 为什么说胡萝卜对眼睛好, 就是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, 它能转化成微生素A, 所以对眼睛好, 确实是胡萝卜对眼睛好, 但是胡萝卜里面的微生素A, 第一, 胡萝卜生吃是不容易吸收的, 因为微生素A是脂溶性的微生素, 如果它没有油脂的参与, 吸收率很低, 所以胡萝卜想吃要炒一炒吃, 但是再多我们请问, 我们每天能吃多少胡萝卜, 对吧, 吃不了很多嘛, 所以纽纯莱来是怎么解决的, 它就是等于说天然的胡萝卜, 从这些很多植物当中, 提炼出来那种胡萝卜素, 我们吃到身体当中之后呢, 身体需要多少, 会转化多少, 就很棒, 它不会中毒, 因为它吃的不是那种说A, 我们吃的是胡萝卜素, 就像你吃胡萝卜吃多了, 最多脏肚, 你会中毒吗? 不会, 对吧, 不会中毒, 就最多你吃不下了, 所以它是胡萝卜能够, 在身体当中, 你身体需要多少A, 转化多少A, 那如果你吃多了怎么办, 就储存到肝脏里, 储存到皮下,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吃累活的时候, 总会发现, 我吃到你们脸发黄, 我吃到手发黄, 或者是好像身份发黄, 你不用害怕, 为什么, 这就说明你吃进来的胡萝卜素, 存到我们的皮下, 没有被身体吸收, 这时候你稍微停一停, 就稍微停一停, 让它在吸收吸收, 黄色又下去了, 所以你不要害怕, 并不是身体吃问题了, 出问题了, 还有就是你的微生素A的吸收, 取决于身体可能还缺什么, 比如说晒太阳晒得少也不行, 你晒太阳晒得少, 那个类胡萝卜素, 它不容易转化成微生素A, 你就多晒在太阳, 还有身体缺少VC, 你多吃点微生素C, 有促进它的吸收, 因为营养素之间, 它是有一个协同的原理, 有一个编制的原理, 它不是很简单的说, 我缺A就吃A, 我缺B就吃B, 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, 对吧, 我们的身体是很复杂的, 但我们没必要研究那么复杂,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交给谁, 交给科学家就好了, 他们研究,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身体, 了解明白就好了, 我们知道, 如果我们缺少了微生素A, 我们的黏膜系统, 我们的比如说泌尿系统, 生殖系统, 很多很多都会出问题, 呼吸系统都会出问题, 那都是由它决定的, 所以这款产品, 为什么我自从我接触纽约来, 已经17年了, 这款产品我是从来没断过的, 为什么这个没断过, 因为我这只眼睛, 做过湿尔摩托洛手术, 就这只眼睛, 我在德国的时候, 这只眼睛就看不见了, 看不见了, 到医院一查湿尔摩托洛, 当时马上在那边做的手术, 那后来我也问医生, 我说我为什么会脱落呢, 后来医生说, 只要近视眼超过400度的人, 脱落的可能性都比别人大, 说为什么, 你看我们人的眼球, 比如说这个圆的一个圆球, 对吧, 一个眼球, 这个眼球里边有三层膜, 最终最里面一层膜叫视网膜, 对吧, 叫视网膜, 那近视眼是怎么导致的, 你看视网膜, 这是干嘛, 是成像的, 就是一定是光线, 你看到物体, 打到我们视网膜上, 我们能看清东西, 所以视网膜是成像的, 所以如果视网膜脱落了, 就看不见东西了, 所以视网膜再往里面一层膜, 那叫脉落膜, 你们可以记一下, 叫脉落膜, 对吧, 就六脉神剑的脉, 落是精落的落, 就脉落膜, 也是一层膜, 它是负责什么, 它是负责能够传输营养的, 这一层, 里面的神经的分布, 也是特别的密, 那在外面一层叫拱膜, 拱膜, 那这个拱膜是干嘛的呢, 这个拱膜呢, 它是非常坚韧的一层膜, 它是稳定眼球的形状的, 要我们的眼球的形状固定住, 而且它是能够调节眼球的形状, 那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, 应该说很多的小朋友, 在14岁, 14, 15岁, 在初中的时候, 就开始进食眼了, 而这个时候的进食, 一般是假性进食, 为什么, 就是因为, 当小孩在14, 5岁的时候, 开始长身体, 而当人开始长身体的时候, 需要什么, 是不是需要钙, 对吧, 需要钙, 因为长身体长的是什么, 长的是骨骼啊, 那骨骼是要什么组成的, 蛋白质, 维生素C和钙决定的, 所以人小孩长个, 骨骼开始长的时候, 你的骨头必须有钙呀, 好了, 如果我们没有额外给它补充钙, 你们知道吗, 一个在生长期的一个年轻的, 就是一个14, 15岁的小孩, 他需要钙的量, 比成年人需要的还要多, 就比我们需要的还要多, 因为他还长身体嘛, 那如果他, 你给他吃钙, 你不给他额外去补充, 从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够了, 你就想嘛, 一个小孩从1岁到2岁, 如果没有学习的家长, 如果没有学习的人, 你一般, 我们一般人就是反正, 随着大部分人, 每天该吃啥吃啥, 爱吃啥吃啥, 对吧, 很少有额外补充的概念, 那你小孩突然长个儿了, 你长那些东西, 他都是营养组成的, 对吧, 总盼着小孩长个儿, 但是突然开始长了, 你又不给他补充额外的营养, 他一定要拆东墙补西墙嘛, 对吗, 所以很多小孩一长个儿的时候, 容易身体出现很多的问题啊, 个儿是长起来了, 有的人驮背了, 有的人进食了, 你像我就是长个儿的时候进食了, 那没办法, 那个时候哪有知识去, 哪有知识去学啊, 对吧, 这不怪父母, 为什么, 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, 也没有机会学习, 或者那个时候, 本来大家对这种知识, 这种长城认知也差, 但今天, 如果我们为人父母, 如果不学习呢, 我认为, 那就不太负责任了, 对吧, 我们要为孩子学, 那如果我们为人儿女的, 也要为父母学, 现在很多年轻人, 都有一个概念, 要拼命赚钱, 要拼命攒钱, 将来如果父母上医院了, 能把钱能够拿出来, 但是你为什么不想一个问题, 干嘛一定要拿钱, 让父母上医院呢, 为什么不认真学习, 保养, 让父母不上医院, 让父母更健康呢, 对吧,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, 所以真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我讲到为什么小孩很多长性近视, 就是因为长身体的时候, 没有额外补充钙, 这个时候呢, 骨骼要长到需要钙, 就会从身体掉, 比如说眼睛的拱膜, 一旦这个拱膜, 钙流失了, 这个拱膜就没那么坚韧, 也没有了弹性, 就塌了, 能理解吧, 就明明那个球是有弹性的, 它就塌了软了, 好了, 一软了, 眼球调节能力下降, 于是呢, 眼球就变长了, 那眼球一变长, 眼球一变长会怎么样, 眼球变长, 那不就成像打不到视网膜上, 比如近视了吗, 就这时候小孩一般, 像我小孩就这样了, 那个时候就要挤一挤眼就, 对吧, 时间挤一挤, 精神了, 亮了, 对吗, 然后一会就回去了, 这时候是靠外力去调节, 但是越来慢慢慢慢的, 你不给它补充钙, 它没有弹性, 就近视了, 这个时候其实认真的好好补充钙, 很多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, 好好把钙补充足, 甲心近视都会好, 所以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就钙是不能缺的, 所以你看, 那我讲的, 当然我讲的视网膜, 那就是给哪些人, 给近视眼的人请你要注意了, 就你的近视, 为什么我们会近视, 就眼球变长了吗, 当时我视网膜脱落, 我就问医生, 我说那我为什么脱落呢,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, 长期没事了, 我长大了, 我成人了, 我眼就不会出问题了, 对吧, 近视问题不大, 以后的问题更大, 视网膜脱落会失明啊, 对吗, 而且视网膜脱落, 目前手术, 效果很好的也不容易啊, 有很多人是复发的, 我见到很多视网膜脱落手术的人, 就算是手术完了之后, 不能开车的, 为啥不能开车, 他眼睛没有办法调那个距离, 开不了车, 为什么, 第一呢, 我当时刚好在德国, 说句实在话, 我当时有他的幸运, 刚好我所在那个城市, 离德国的一个, 你看在全球排名前三位的一个养科医院, 叫明斯特养科医院, 非常有名的, 刚好离得很近, 刚好呢, 我还是能够就是找到, 也是误打误撞, 也没有什么红包, 也不懂, 那边也没这个规矩, 就误打误撞, 是明斯特医院的郑教授, 郑院长亲自给我做的, 因为我当时那个病有点特殊, 为什么特殊, 因为我不是一下子掉的, 我是慢慢掉的, 那个视网膜, 就是慢慢慢慢开始掉, 所以一开始只是模糊, 我不知道慢慢开始掉, 所以有一部分已经坏死了, 所以他还做了一个什么技术, 什么天充, 我搞不清楚了, 对吗, 因为当时我得美也不好, 就是说着也听不太懂, 大概那个意思, 又查字典, 还有跟他沟通, 很麻烦, 但是呢, 事实上我是很幸运的, 当时手术非常的成功, 对吗, 而且手术费还好, 我们当时是学生有保险, 手术费是免费的, 那如果要是自己花钱, 又花多少钱, 对吗, 所以真的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, 我们都认为很, 像今天我在讲的一个事, 你听我讲, 发生在我身上, 你们认为这只是个故事, 但是任何的一些疾病, 发生在自己身上, 就叫事故啊, 对吗, 所以我们学习就知道, 不要去, 不要尽可能的, 我们杜绝一些事故的发生, 你后来医生就讲嘛, 说只要是近视眼超过400度的人, 就建议不要做, 眼压高的一些动作, 比如蹦极是不可以做的, 潜水就不可以做的, 为什么, 因为你看你眼球已经拉长了, 你眼球拉长, 你里边那层视网膜, 是不是就, 等于说贴合的就没那么好了, 就像你看你一个球里面粘了一层布, 你这个球一变形, 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布就撑开了, 能理解吧, 就眼球变形了嘛, 眼球拉长了嘛,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很重视了, 所以不要做, 他那话料我问他, 我为什么会脱落, 他还有可能啊, 比如说你打平板球啦, 有人说有的人你咬骨头啦, 一使劲啦, 你都可能会脱落呀,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, 已经出现一些问题, 你要不要重视了, 所以只要见识超过400度, 你要很重视, 那然后呢, 那当我开始学习营养, 我也明白, 那眼球, 这个视网膜, 是不是粘膜组织, 是啊, 那就明白, 缺啥, 缺少蛋白, 缺少微生素A而导致的, 而这之前其实不是没有症状, 是有症状的, 而且呢, 当时呢, 我刚好呢去德国, 应该说刚去压力很大, 生活压力大, 语言也不同, 心情也不好, 事实上确实是, 你刚去语言也不同, 而且呢, 那个落差也很大, 不管怎么样, 我当时在国内, 我是华为的电子工程师, 比如说高看一眼, 我一到那边啥也不是, 我的第一份工作, 是在一个中国餐馆, 去刷盘的刷碗, 那你说我也没刷, 我也没练过刷碗, 刷也刷得也不快, 就经常被那个厨师骂, 那个书呆子, 你看读那么多书, 碗都不会刷, 你说在那种环境下, 你生不生气, 生气呀, 对吧, 你怎么办, 你为了生活下来呀, 就做那种最低级的很多工作, 心情也不好, 压力也大,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, 你看刚刚我讲的嘛, 压力系统是免疫系统的天敌嘛, 所以免疫力也低, 对吧, 再加上营养自然就没那么好, 所以就等于说, 我身体的各项技能都不好, 所以导致的视网怎么脱落, 所以那我当我了解案例之后, 我回来这么多年, 我这个我吃的是最认真的, 因为我怕再脱落, 对吗, 因为它是让我们的黏膜系统变得非常非常好的, 所以我也平时我也, 我也因为有这个病啊, 我平时也会关注很多, 也做过这个手术的人, 也会聊天, 我遇到很多很多做手术的人几乎全都复发, 大概3.5年要做20手术, 你看我都已经十几年快20年了, 你看我是哎呀, 应该20年了, 我是2000刚好2002年做的, 01-02年那种做的, 你看是不是已经20年了, 对吗,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补充它, 要保证我的黏膜系统又很好, 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的黏膜系统好, 就是我们是第一个屏障, 所以叫什么, 这抵抗力很强, 这抵抗力非常重要,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,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黏膜系统, 要多吃蛋白, 多吃泪胡萝卜素, 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身体戴口罩了, 对吗, 这就叫外防护啊, 外防护不是只戴口罩了, 口罩都戴呀, 但有时候你防不胜防吧, 对吗, 口罩有时候防不胜防啊, 口罩也不是万能的, 也不是万无一失的, 所以你好好的开始去吃泪胡萝卜素, 好好的吃蛋白, 让我们的黏膜系统很健康, 就是你嘴唇不干不裂, 对吗, 然后呢你眼睛也不干, 鼻子也不干,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, 就是鼻子干, 眼睛干, 嘴唇裂, 就是黏膜系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, 你就开始重视了, 要好好补, 那这是一个第一叫抵抗力, 第二叫免疫力, 刚才我讲了, 免疫力是要快乐, 那还有免疫力要什么, 蛋白, 蛋白我就不讲了, 蛋白质也是提升免疫力的, 虽然现在很多人打疫苗, 打疫苗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反应, 很多人为什么产生不了抗体, 是因为抗体本身是由鎂组成的, 是由蛋白组成的, 那你没有足够蛋白, 当然产生不了抗体了, 对吗, 我们面对病毒的时候, 它就需要, 需要就是免疫大军, 它要作战了, 要把病毒干出去, 但是你不给个武器, 都说粮草, 都说什么兵马未动, 粮草先行, 粮草是啥, 粮草就是蛋白质, 你不给免疫大军蛋白, 那当然没有办法免出去,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蛋白质的补充, 非常重要提升免疫力, 那还有提升免疫非常非常好的一款, 这款营养素, 真的, 你学过营养的人, 就你有些营养知识的人, 你只要看到这款营养素的, 其中那两个功效, 你就会为之震惊, 当然不了解的人觉得没什么, 越是内行越懂就做多厉害, 现在的保健品市场在中国, 为什么有些真是不齐, 鱼龙混杂, 是因为目前中国的保健品, 它在卖的时候, 不要求做临床试验, 就是法律上是不要求做临床试验的, 所以基本上你出来这个东西, 你只要没什么太大的问题, 基本上能批下来就可以卖, 所以很多人, 很多的一些公司叫概念式行销, 什么是概念式行销, 比如说随便拿个东西, 说给我随便拿一个, 说我这个里面对吧, 有,比如说有非能说黑, 夸大非能说黑的功效, 到底有多少, 你这个产品本身有没有功效, 不一定, 要炒概念, 只炒里面的某种营养素, 某种什么什么东西, 它很好, 但你里面到底有多少, 你这个本身有没有功效, 不一定, 因为它不需要做临床嘛, 那你可能你吃不坏就OK了, 也没事, 但你们知道吗, 纽粹来的所有的产品, 它能够在开始卖的时候, 都是做了临床试验的, 所以能够写出来功效, 都是用数据说话的, 而贝利剑在做临床的时候, 其实有十几项的功效,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数据, 但是呢, 因为法律规定, 只能写两个在上面, 所以从十几个里面, 挑出来两个, 写在上面, 哪两个, 一个是增加股密度, 一个是调节免疫力, 如果对营养学稍微一点知识的人就知道, 这两个项很强, 为什么, 因为这是给成人用的, 儿童有儿童的, 我们都知道成人, 到20到25岁, 我们的身体, 骨钙已经补充不进去了, 人的99%的钙, 是在骨骼里叫骨钙, 1%的钙在血液里叫血钙, 所以人的钙都是, 如果血液的钙少了, 骨钙就往处掉, 骨钙就往处掉, 所以基本上, 我们到了20到25岁, 每个人不一样, 有人20, 有人25, 就闭合了, 就是他不肯腻了, 你怎么吃钙, 就没法补到骨骼里了, 就补不进去了, 所以钙是要提前要有个储蓄的概念, 所以越是年轻的时候, 越多去补钙, 越多去做做运动, 你看从小就开始运动人, 他的骨密度含量都很强, 从小就开始, 你大了老了来不及了, 就老年人, 有的时候我们搞法了, 很多老年人特别爱运动, 当然爱运动没错了, 但是你要有个度嘛, 因为老年人他吸收下降了, 补不进去了, 而且你运动量很大, 运动量大不就消耗大吗, 是不是这个逻辑, 对吗, 你像我岳父, 在几年前, 原来他不太认可纽翠莱, 他糖尿病啊, 这个餐前血糖, 16.3, 然后呢, 我们就用纽翠莱给他去调理, 我没有去吃药, 结果好了, 记得我没说可以治病, 对吗, 我说了是调理, 没说去治病, 所以我也从来不给人治病, 我也不会治病, 因为我也不是医生,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, 我们的身体有个自我调节功能, 就身体会调节,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病能好, 靠什么, 靠自身的身体, 就像被新冠感染了, 有特效药吗, 没有, 那为什么会好, 是你自身的免疫力好的, 那你的新冠病毒感染了能好, 那为什么疼尿病不行, 为什么, 为什么高血压不行, 其实都行, 只是你会不会, 对吗, 你给到身体需要的营养, 他自己会调节, 所以我月付两个月的时间, 从血糖16.3, 就降到了6, 然后他继续, 又再给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, 就降到了5, 现在已经快20年了, 十几年过去了, 他现在的血糖都很好, 但是他那时候好了之后啊, 他不认账, 他说, 我不是吃你那个吃好的, 我是每天运动运动好的, 他就不吃了, 那我们也没办法他不吃吗, 你也不能逼他吃吗, 接下来你们这里是很多人, 特别着急想要父母是一样做, 你给他买了, 他也不吃给你扔了, 对吧, 放过期了, 他没办法吗, 他不吃, 那没办法, 我们这你也不能逼他吃吗, 他所以没办法, 怎么办呢, 那就只能这样了, 有一次, 他每天出去运动啊,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, 反正现在很多老人家喜欢走大圈, 好走路啊, 哇就好像走很多路, 就好像认为走路, 好像就可以健康一样, 那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呀, 他每天走很多, 当时我也说, 我说你不要走这么多, 为什么, 因为你走太多了, 就消耗的也多, 你出汗不就消耗钙吗, 你出汗不就消耗营养吗, 而且你还容易对你的关节, 倒来一些磨损吗, 但不是不运动, 是要有度吗, 但是他不听嘛, 他就开始走, 有一天我在家呢, 突然给我打电话, 说他在我家小区门口, 那个一个一个什么超市呢, 说突然腿走不了路了, 动不了了, 我就开车过去, 把他扶上车接回来, 我大概判断一下,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, 但是我不能说呀, 我说你也不信了, 因为他明天是去医生的嘛, 对吗, 我后来就带他去医院, 果然医生一看什么, 是骨刺, 是骨刺, 骨刺怎么办, 那医生就说一定要手术嘛, 对吗, 你骨刺嘛, 你关节之间长了骨刺了, 就把刮掉, 要手术, 后来呢, 他又不敢手术, 也怕手术, 手术他已经遭罪嘛, 后来我说那你听我的, 我就能让你不手术能好, 他说那好吧, 那我还能干啥, 那肯定给他吃氧素啊, 对吗, 他不管他信还是不信, 将信将疑, 那他想总之比手术好吧, 我就让他, 每小时吃两片儿干, 每小时吃两片儿干, 但是平时氧素, 什么蛋白粉背地剑都吃, 每小时吃两片, 就这么开始给他吃, 所以我大概好像吃了两个月告诉我, 已经不疼了, 已经完全没事了, 到现在也没犯, 因为从那以后, 他氧素吃得特别认真, 比我还认真, 因为彻底相信了, 他不再说是走路走的了, 好了, 好了, 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, 为什么首先会长骨刺, 骨刺怎么长的, 很多人还不懂, 说不能随便吃保健品, 如果吃不好了, 容易得骨刺, 容易骨刺争生, 不能乱补钙, 能讲出这种话的人, 就都很无知, 从来没学习过, 对吗, 缺钙才会有骨刺, 缺钙才会有骨刺疏松, 缺钙才会有骨刺增生, 很多人说, 我不缺钙, 我都骨刺增生了, 我还缺什么钙呀, 对吗, 很多人还跑到医院去发验, 有没有血钙浓度如何如何, 医生告诉你, 不缺, 回去吧, 没事, 错了, 人的钙99%是在骨骼里, 1%是在血液里, 所以我们去验血, 查那个钙, 查的是血钙, 但是人的身体一般不会让你血钙缺的, 因为血钙一旦缺, 就跟骨骼里面往处掉, 所以血钙一旦缺, 就跟骨骼里面往处掉, 所以骨盖就往处掉, 但是它这个骨头特别大气, 你缺一个我给你10个, 它一掉就掉多, 所以很多人一查, 反而我的血钙能处特别高, 就是你看我不血钙, 其实是因为你缺了, 在往处掉, 那掉多之后怎么办呢, 它要往回走嘛, 怎么往回走, 从哪出来的, 就要从哪回嘛, 就要往回走, 那从哪出来的, 我们有吃过骨头吧, 有啃过骨头吧, 对吗, 你把那个骨头, 你看比如说骨头把它掰开了, 然后这个中间两个骨头之间, 还有那个脆骨, 你把脆骨的白色的软指, 它啃掉了, 是不是能露出那种蜂窝状的那种, 一个眼一个眼的那个骨头, 对, 骨头那个钙, 骨盖就是从那儿掉出来的, 就是从那个毛细孔里面掉出来的, 所以我们的骨盖掉到血液里边, 就是从骨关节掉出来的, 那一掉就掉多, 它要往回走, 就从那个电路站往回走, 但是它不可逆, 回不去就会附着在关节处, 这就叫骨质增生或者骨刺, 所以骨质增生和骨刺怎么导致的, 是因为缺钙导致的骨隔, 骨盖往处掉, 掉多了回, 回不去而导致骨刺, 那当时我岳父呢, 那他是不是每天出去溜弯啊, 他每天出去走啊, 他走是不是就消耗钙, 他又不额外补充钙, 那是不是就血钙缺, 血钙缺骨隔就往处掉, 那一掉多了, 它还往回走回不去, 这就是骨刺了, 那你说很多人说我去手术, 手术刮完之后了你还会再长, 为什么会长, 因为你还是缺钙啊, 还会往处掉啊, 掉完之后他还会往回回, 他还是回不去啊, 那为什么后来说给他吃钙米片可以好呢, 首先保证他不要缺钙了, 首先保证他吃进来的, 吃进来的钙, 先保证他血液的钙的浓度是够的, 是不是就不会再从骨骼内往处掉了, 对吧, 先保证他不要从骨骼内往处掉了, 这是第一个, 先别掉了, 那然后呢, 让他喝水啊, 然后正常吃氧素啊, 人的身体会代谢, 就会把那些骨刺慢慢慢慢的能够代谢掉, 但是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, 你看他就好了, 这么多年就没再犯了, 就很多人说我腿疼啊, 有很多是骨刺而导致的, 所以你看你不学习, 我们怎么做这些啊, 但是你知道, 但是不管怎么样, 我们吃, 我们一到了成年人, 我们成年长大了, 25岁以上了, 我们吃再多的钙, 我们很难再把钙补到骨骼里了, 因为他已经闭合了, 回不去了, 补不回去了, 那钙就越来越来越少, 所以人到老就骨刺疏松, 所以你看人岁数大了, 有时候摔跤骨折了, 对吧, 骨刺疏松, 为啥, 钙总往处掉啊, 但是你看这个产品, 它上面能够写出来, 增加股密度, 你这才有多厉害, 就说明什么, 说明贝利剑, 它是钙每片所做不到的,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, 要认识用贝利剑,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, 就是你可以不用单独吃B族, 不用单独吃VC, 不用单独吃钙, 你用贝利剑补嘛, 贝利剑又特别划算, 你自己去算, 那些量特别划算, 我现在一天都是6对, 我刚刚直播前, 还吃一袋这个, 这个是那个海外购那个, 重包装那个, 还吃一袋, 就是因为, 为什么, 因为营养素, 它有一个那种编织的原理, 就各个营养素之间,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, 把它放到一起吃了, 好像各管各的, 不是, 对吧, 所以有的人说, 我身体, 我缺什么怎么样了, 我就补充B族, 我就补充VC, 我就补充素A, 但它们之间在一起, 却是一种编织在一起的那种作用, 所以这个产品里边, 有14种卫生素和8种矿物质, 还有6种植物因子, 这个植物因子什么概念, 就植物因子是什么概念, 这个植物因子就相当于什么, 相当于植物当中的气, 就是植物啊, 就像人, 一会儿人, 等一下我会讲, 人是不是有气和血之分, 中医讲的稍微复杂一点, 中医是把万事万物分成阴阳, 比如天是阳, 地是阴, 男人属阳, 女人属阴, 对吧, 就是爱动的都属阳, 我们身体的气血, 气是阳, 血是阴, 有阴阳之分, 其实食物也是一样, 有阴和阳, 比如我们所, 我们吃的白菜, 我们所看到的白菜里面的, 有味精素A也好, 还是有味精素C也好, 还是有什么什么味精素也好, 那是水什么, 水阴的部分, 那阳是啥, 就这个植物是有气的, 比如人参, 人参为什么会能够去治病啊, 被称为中药啊, 就是它有它的气嘛, 很多东西说吃完之后了, 说哎呦容易上火, 像我们吃姜果那些东西, 是不是容易上火, 说这个东西就火其重, 就是它有气, 那这个气, 你像一般的做出来的营养素, 就已经很难有气, 可能只是补充的因的部分, 就补充的是那个营养物质, 但是这六种植物因子就厉害了, 它里面相当于植物的气, 所以为什么贝利剑这六种植物因子, 它是高科技, 你像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都要吃这个, 海外购这个, 它是有限制的, 你的额度够的话, 你吃这个, 因为这个它是, 它的这个植物因子, 比我们现在卖的成河那个还多, 它这个里面有十几种植物因子, 相当于营养素里面的气, 能够吃到, 这就非常非常强大了, 那还有就是, 它用的是各种营养素之间那种编制原理, 它是把它放到一起, 合理的搭配补充进去, 它能把钙能够补充回骨骼里, 这就很强大了, 所以为什么它能写出来增加骨密度, 它能写出来不是随便写的, 是做过临床数据的, 增加骨密度, 我在讲个很简单的一个, 就是很有意思的吧, 就为什么能理解, 营养素之间的这种协同这种作用,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, 抗氧化的三间克, 有微生素A, 有微生素C, 有微生素E, 对吧, 叫ACE, 也被称为抗癌三间克, 因为你抗氧化, 不是你的抗癌变吗, 对吧, 这三间克, 微生素A, 微生素C, 微生素E, 那刚才我讲了, 如果微生素A, 如果不吸收, 可能是你的微生素C少, 所以呢, VC是能够促进微生素A的吸收的, 有人吃类糊, 如果吃得好像有点发黄, 怎么办, 你缺少微生素C了, 就补充点VC, 就帮助它吸收, 那微生素E就跟我意思, 微生素E能让死掉的VC起死回生, 所以这就很厉害, 你说VC为什么会死掉呢, 为什么VC抗氧化, 抗氧化是抗什么, 抗氧化就抗自由基嘛, 人的身体就是被自由基伤害嘛,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有皱纹, 其实大部分皮肤的皱纹最怕什么, 并不是怕岁月, 并不是怕岁月, 其实它最恐怖的是什么, 就是紫外线, 所以皱纹最, 就是人的皮肤最怕是紫外线, 是因为紫外线照射, 它有自由基, 它会咬断我们皮肤弹性纤维, 弹性纤维被咬断了, 皱纹就出来了, 所以自由基能够咬断弹性纤维, 所以自由基很恐怖, 自由基相当于什么, 自由基它就相当于我们生成的细胞, 它的电子是成对出现的, 讲得稍微, 对吧, 好像有点询问一点, 这是成对出现的, 有正的负的, 那自由基是什么, 是少了一个电子的细胞, 它进到你的身体里面, 因为它少了一个, 就抢你好的细胞的电子, 就相当于我们在舞厅当中, 本来是一男女一对对跳舞, 就是突然进了一个单身汉, 他没五半, 怎么办, 抢别人的, 他把别人的抢去了, 别人说我都被抢了, 我也在抢别人, 就乱套了, 就出问题了, 所以自由基是癌症的元凶, 所以自由基很恐怖, 那VC的好是什么, 对抗自由基, 有点相当于武厅那个门卫, 自由基来了, 我把你赶出去, 对吧, 咱打一架, 但他在对抗的时候, 自己会死掉, 所以VC呢, 为什么要日常补充, 要一直补充, 因为你, 因为背地价里面就有VC, 你要多吃, 可是你对抗自由基的时候, 你会死掉, 所以你自由基你吃的多, 比如说你吃的垃圾食品, 吃的多了, 你要多补充VC, 你要自己学, 比如你吃的咸菜, 咸菜里面就有自由基多, 吃的烧烤类的, 烧烤, 自由基多, 油炸食品, 自由基多, 然后吃剩菜剩饭, 自由基多, 这都是自由基很多, 你如果去吃那个油炸的那个东西, 炸的馒头, 特别是那个反复用的油, 自由基相当于什么, 相当于你把那个馒头放垃圾堆里面, 滚一滚直接吃掉, 是一样的, 就像那个在路边买那种, 一直那个油滚的那个什么油条啊, 那些东西, 一直那个自由基排量非常多, 你吃那个东西, 相当于把那个东西放到垃圾堆里面, 滚一滚, 你直接吃了, 但只是你看不到, 你还觉得很香, 那个自由基非常多, 麻团, 反正你自己想吧, 你爱吃那些东西, 那你自由基吃的多怎么办, 就要多吃VC啊, 对抗自由基, 因为不是你说我吃了一点, 特别抽烟的人, 抽烟就会吸入更多的自由基啊, 那你怎么办啊, 你更要多吃VC啊, 这很重要的, 那那些VC在对抗自由基, 他自己本身他会死亡的, 但是特别有意思, 当身体补充了V生素E, 这个V生素E能让死亡的VC能够起死V生, 你不觉得人体特别有意思吗, 对吗, 就是这个是营养素之间,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互相的协调啊, 编织啊, 很多很多这种原理的, 所以背地间为什么这么好, 为什么特别爱这个产品, 为什么这个做临床实验, 它其中还能测出什么, 它能够修复受损的DNA, 就它能够修复受损的DNA, 它是那个纽约来的实验室做过示范的, 用那叫什么, 彗星实验嘛, 做的嘛, 就是人的身体的DNA, 它已经受损了, 吃了一段时间能够修复, 它非常好, 所以要长期用量要大一点, 我都是很建议大家, 用贝利剑去补那些氧素, 所以我都不建议大家是额外吃B族的, 因为这一对贝利剑里面就相当于大概, 我们那个卖的B族大概就两厘半吧, 那你吃六对贝利剑, 你相当于吃十几厘的B族的量啊, 你平时呢, 还喝这个饮料里面还有B族, 就差不多够了嘛, 不我不建议大家, 而且单独是B族比较浪费, 用贝利剑去补, 效果非常好, 而且还便宜, 经济实惠, 如果是只是说从出业绩的角度, 我建议你们单卖, 所以很多预养师给人家搭配, 都是单独给, 那个是出业绩多的那个方式, 但是我认为这样不可取, 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健康达人, 想帮到别人, 首先要有一个利他的精神, 我们尽可能要让别人少花钱, 甚至不花钱, 能健康才是最好的, 对不对啊, 你真的能帮别人解决问题, 这才是很重要的, 所以这个贝利剑就最特别好, 那第二个呢, 他的功能是什么, 是调节免疫力, 为什么这个也很强呢, 因为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, 有的人免疫力抗净, 就会产生什么过敏, 过敏就是免疫力抗净呢, 什么是过敏, 你看对什么花粉过敏啦, 对一些什么东西, 外界东西过敏啦, 就是你的免疫抗净了嘛, 甚至叫免疫风暴, 你想我就得过一种病, 叫强制性脊柱炎, 这叫啥, 就是免疫力抗净导致的, 就免疫力抗净导致的强制, 就自己的身体不认识自己了, 就把自己的细胞钙化掉了, 你像这次的新冠病毒, 它攻击肺, 它就是病毒进入到肺, 然后肺要抵抗它, 产生的免疫风暴, 就是免疫的抗净, 然后自己不认识自己, 然后肺纤维化了, 所以免疫力并不是越高越好, 而免疫力是要调到刚刚好, 所以我们外边很多产品, 基本上你在外面听说, 提升免疫力提升免疫力, 那到底要听到什么程度啊, 你到底多还是少啊, 你不知道, 对吧, 最好是什么, 是你高了我给你调低, 低了给你调高, 因为特别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, 你好好吃它, 过敏体质, 因为还有一种过敏是怎么导致的, 所谓的免疫抗净, 是因为免疫力低导致的身体的一种, 过激的一种自救反应, 导致了免疫抗净, 总之就是免疫的问题, 它本来就很复杂的事情, 所以而这款产品它能写出来, 调节免疫力, 你就知道这个科技含量有多强了, 就你低了我给你调高, 你高了我给你调低, 就这八个字特别值钱, 特别有含金量, 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爱贝利剑, 然后平时像我们平时吃这个, 我都是包起来的, 我一顿早晚一顿都是两顿的, 我都是吃两顿的, 然后平时在加餐就加这个, 男士的就是蓝色的, 女生的就是红色的一个包, 效果特别好, 贝利剑提升免疫力, 第三个力, 自愈力, 抵抗力, 免疫力, 自愈力, 什么是自愈力, 就是自然与合的能力, 就人的身体是有这个力的, 比如说我们的手割破了, 会不会长好, 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, 有的时候磕一下磕破了, 好像很快就没两天就好了, 就结痂了,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云南白药吗, 还是用了什么紫药水吗, 还是什么都不是, 就是身体的自愈力, 这种修复的能力让身体好的, 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, 我们小的时候手破了, 好像两天就好了, 好像年龄大了, 好像有的时候要一周才好, 就伤口很难愈合, 而且人和人之间, 你能发现也不一样吗, 有的人生病了, 有的人哪里破了, 好像很快就好, 有的人好像很久才好, 什么决定的, 自愈力, 当我们发现, 我们伤口的愈合的速度, 不如与从前了, 说明什么, 说明我们的自愈力下降了, 就人体修复的能力已经下降了, 那好了, 我们就明白一件事, 今天可不仅仅自愈力, 作用在我们手割破呀, 我们每天晚上, 我们的五脏六腑, 都是在修复, 就人的身体是白天被伤害, 你看我坐在这里, 我面对屏幕也被伤害, 对吧, 你们万一瞪了我一眼, 我看着对吧, 有压力了, 我也被伤害一下, 对吧, 所以一下谁一下不小心, 对吧, 放到白眼, 我说哎呦, 怎么了说我长得不好, 你看压力了, 就伤害一下, 人每天都被消耗, 每天都被伤害,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健在, 是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, 就会修复的时候, 就是修复, 白天伤害, 晚生修复, 白天伤害, 晚生修复, 人就是这样的过程, 如果白天伤害的, 晚生全能修复过来, 人就会长生不老,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, 所以你想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, 它总之会有些损耗, 总之会有些东西, 它不肯腻, 对吗, 但是如果我们伤害, 修复的少呢, 对吧, 我们修复的少呢, 总是修复欠的很多呢, 人就老得快, 如果我们要保证, 我们每天晚上修复的, 能够尽可能的, 修复的大一点, 人衰老了就慢,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, 所以一个人, 这个自愈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所以一个人到底晚上修复的有多好, 取决于三个要素, 什么要素, 我用洗衣机洗衣服来举例子, 你就明白了, 我们衣服要洗干净, 第一个得有水吧, 第二个是不是得有动力呀, 就水和洗液了, 就这个东西一起了嘛, 对吧, 有一个这个戒指了, 那然后呢, 是不是得有动力呀, 比如你是用手搓, 还是用洗衣板, 还是用那个大棒子砸, 还是用洗衣机, 它是不是得有动力, 那第三个需要什么, 需要时间, 我们用我们最好的四白洗衣液, 用最好的洗衣机, 你在里面转五秒钟就拿出来了, 能洗干净吗, 洗不干净, 它有时间的, 那如果说, 你把这个衣服泡到洗衣液里边, 泡两个小时, 你就捞出来, 能干净吗, 也不能, 它需要动力, 你得揉搓一下, 什么道理是一样的, 那我们身体的修复也是一样, 三个要素, 第一个, 需要时间, 这个时间就相当于就是你睡眠的时间, 就相当于洗衣服你要洗多少时间, 所以时间很重要, 那第二个是什么, 动力就是自愈力, 你的自愈力强, 有很多人自愈力强, 睡眠就不需要多长时间, 修复的意义会好, 所以你们有没有一种经历, 小的时候熬夜, 然后白天睡一觉就补回来了, 年龄大了熬夜, 好像熬完之后, 好像几千都补不回来, 雪飞我们小的时候喝酒喝多了, 哪怕喝都娃娃吐, 睡一觉第二天没事的, 有没有发现我们年龄大了, 一旦要一喝多了, 好几天, 为什么, 因为自愈力下降了, 你就需要足够的时间, 就是什么意思, 你的洗衣机不行, 你就得洗的时间长一点, 所以睡眠很重要, 所以如果一个人睡眠质量不好, 一个人是不可能健康的, 今天外面有很多教你健康的一些, 这个方法那个方法, 但今天我们要明白, 做任何事情要学会什么, 要有底层逻辑, 什么是底层逻辑, 比如说做生意的底层逻辑, 就一定是产品好, 就像我的老师季老师讲, 任何的生意都是, 这个产品, 有人需要, 而且他用了之后, 他会有满意, 回来再买, 所以说没有第二次的生意, 不叫生意, 对吧, 如果别人不能满意这个产品, 下次就一定没有未来的, 没有市场的, 这是一个底层逻辑, 就像今天案例, 这么多年了, 有人反对, 有人排斥, 有人打击, 有人无论如何怎么样, 案例从1959年到现在, 已经63年的时间了, 那么纽约翠塞的产品, 从1934年诞生, 到现在已经快90年的时间了, 行销全球110个国家, 像前两天我在, 梦工厂视频号里边, 发了一个, 发了一个那个, 那个锅的那个, 说我是个帅锅, 对吧, 你们看那个视频了吧, 你看阿丽的皇后锅, 1963年问世, 1963年, 说他是全世界最帅的帅锅, 对吧, 是不是, 就是讲那个嘛, 所以你看, 他这么长时间了, 这么多人需要, 说明什么, 就你无论别人理解, 不理解, 反对打击, 为什么还有市场, 为什么还蓬勃发展, 就是一个非常底层逻辑, 产品够好, 对吗, 产品够好, 今天如果我们不做案例了, 依然还会用案例产品, 比如说陆家, 是不是离开过8年, 这8年不还用案例产品吗, 是不是, 你看雪飞大哥也离开过, 可能有差不多也是7、8年, 对吗, 然后呢, 他不用了, 他不用之后呢, 身体出问题了, 第一件事想到, 我还得再用, 是不是, 其实他知道案例产品好吗, 所以这是一个最底层的逻辑, 那今天对于健康来讲, 底层逻辑是什么, 可能说我做气功, 我去什么运动, 然后还有什么去什么做瑜伽, 然后还有什么臂骨啊, 外面各种各样的一些, 教你养生和健康的方法, 是按摩了, 当然这都好, 我不排斥, 但是他不是底层逻辑, 什么是底层逻辑, 就没有他, 就得死, 要底层逻辑, 阳光, 水, 空气, 食物, 第五个睡眠, 这五样东西是底层的, 对吗, 就是底层的, 一个人不运动会死吗, 不会, 有人不运动, 依然也很好, 比如我从来不运动, 很少运动了, 对吗, 不运动不会死, 不做气功会死吗, 不按摩会死吗, 都不会, 不喝水呢, 不吃东西呢, 没有阳光呢, 没有空气呢, 没有睡眠呢, 都不行, 所以这五样东西很重要, 你先把最底层的, 先把它保证了, 然后再做那些什么, 运动啦, 瑜伽啦, 气功啦, 很多很多那些, 对吧, 再讲那些, 所以睡眠非常非常重要, 为什么我要强调睡眠, 因为睡眠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, 是给身体修复的时候, 所以提升我们的自愈力, 就相当于我们洗衣机的那个动力, 然后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和质量, 就相当于我们洗衣机的时间, 洗衣服的时间, 那用什么样的洗衣, 就相当于我们修复的时候, 需要的什么, 原料, 所以那种所谓的过午不时, 晚上不吃东西, 是不健康的, 是不对的, 这有很多人说过午不时是老祖宗讲的, 你平时怎么说不对, 首先你要明白老祖宗什么时候睡觉, 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睡觉, 没有电灯, 没有手机, 没有电脑, 天一黑就睡觉了, 所以过去的人是日出而坐, 日落而息, 那今天呢, 这一课我还学习呢, 对吗, 很多人还加班呢, 现在谁能保证, 天一黑你就睡觉, 过去人不睡觉, 没啥事干呢, 只能睡觉啊, 对吗, 那你过午不时, 人家过去, 说好了, 我中午不吃饭, 人家四五点钟就睡觉了, 天黑了, 不是要干啥, 啥也干不了了, 而且过去还危险, 外面还有野兽, 早早就要睡觉, 天蒙蒙黑, 三四点就要睡觉了, 你现在呢, 你中午之后不吃饭, 你中午十二点, 到晚上十二点你再睡, 整整中间十二个小时的时间, 你不摄入营养, 你想一件事, 你不摄入营养, 那请问你晚上睡觉的时候, 你再好的洗衣机, 给它再好的时间, 你不给它水和洗衣液, 能洗干净吗, 洗不干净啊, 所以为什么记得, 晚上一定要吃得非常健康, 就是老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, 要吃四餐, 营养早餐, 防疫午餐, 瘦身晚餐, 要吃养生宵夜, 养生宵夜非常重要, 比如说我结束一会儿, 等一下我就要吃东西了, 我每天晚上一定至少, 蛋白粉要吃三勺, 蛋白粉, 然后卵磷子一大勺, 然后备一件营养素, 一大堆吃进去, 然后你睡觉, 为什么, 因为晚上要给身体, 很好的修复的时间, 给它原料啊, 就像我后面的墙如果破了, 你要给它补上, 你不是要给它装瓦砂石吗, 你不给它这些原料, 自愈力再强, 没原料怎么修啊, 所以晚上反而是最需要营养的, 所以很多人说, 都说晚上睡觉之前, 不适合吃东西如何如何如何的, 对吧, 但是说这些的人, 他看结果呗, 你看吃和不吃的人, 你看谁健康呗, 对吧, 我吃了十几年了, 对吧, 但是你要知道吃什么很重要, 要吃高蛋白, 就是高蛋白, 然后热量少, 很易吸收, 要给到身体, 晚上身体修盛需要原料的, 这个非常重要, 还有如果我们睡眠不好的话, 一定要集中我们的睡眠质量, 等一下我会讲, 所以好了, 就要讲自愈力, 你看剩下三个力, 抵抗力, 免疫力和自愈力, 三个力了, 你把这三个力提升了, 我们的身体, 真的会没有什么大问题啊, 所以我们就这三个力, 那你怎么提升这三个力呢, 刚才我讲了, 抵抗力你要怎么提升, 要多补充蛋白, 要多补充类胡萝卜素, 那怎么提升免疫力, 要认真吃蛋白, 还要很快乐, 同时还要去, 还要去这个, 多吃贝利剑, 非常好, 那怎么去, 怎么去这个, 提升我们的自愈力, 这个自愈力非常重要, 如果没有我们的自愈力很强, 就你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修复嘛, 就是愈合能力都很强嘛, 这叫三个平衡, 这叫三三嘛, 三三五, 哪三个平衡, 第一个, 心态平衡, 讲到快乐, 就别计较, 这个非常重要, 我就不展开讲了,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, 老师所给我们的观念, 老师所给我们的心态, 就是让我们健康的, 不仅仅在世界上都好, 老师告诉我们, 人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, 要改变自己, 对吗, 我们也不要检讨别人, 因为检讨别人, 是痛苦的开始, 检讨自己才是快乐的开始, 凡是检讨自己, 而不是检讨别人, 改变自己是成功的开始, 改变别人是失败的开始, 不要视作中心改变别人, 是改变自己去影响他人, 对吗, 这就叫我们的心态要好, 凡是发生了, 都往好了想, 老师说三法定江山,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了, 要看我们的想法, 看法和做法, 比如说疫情了, 我们怎么办, 对吧, 你说既然是疫情, 我们就配合呗, 既然我们不能到线下, 我甚至很多人被隔离了, 不能出门了, 那怎么办, 我们就在线上呗, 对吗, 那这个疫情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所面对的, 很多人都面对呀, 那很多人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机会, 反而我们借助疫情, 借助这个时候, 用老师的想法, 就是危机背后有转机, 转机背后是不过的生机, 反而让我们变得, 是不是更好了, 因为我们能帮更多人解决问题了, 是不是这样啊, 你看这是想法嘛, 所以心态平衡, 第二个, 就是我们营养素要平衡, 这营养素要平衡, 不是说我们什么好就一直吃那一样, 就像营养, 就像我们的一个水桶, 比如说水桶有几块板围着, 那水桶能装多少水, 是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板, 而不是你把一块板搞很高, 也没有用啊, 很多人说他, 说对吧, 你看我蛋白好, 光是蛋白, 人的身体目前发现的, 需要有五十几种营养素, 我刚学的时候是四十几种, 现在人们还不断不断发现它, 有五十几种, 每一种都重要, 缺任何一个缺了就会出问题, 比如缺点, 点每天需要一点点, 缺了就会出现问题, 对吧, 蛋白也不能缺, 铁也不能缺, 钙也不能缺, 对吧, 这个酶也不能缺, 所以要平衡, 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们, 长时间的去吃它, 因为这里面有十四种微生素, 八种矿物质, 六种植物因子, 就很平衡的去先补充, 我们平衡之后了, 你看我们李院长也说了, 营养菌衡太重要了, 你看这是我们三甲医院的院长, 你看我们平衡之后了, 再根据自己身体, 我们自己学, 我缺啥, 再往人提, 先把他搞平衡了, 就是第一个心态平衡, 第二个营养平衡, 第三个, 什么气血平衡, 就人要气和血的平衡很重要, 这就是要讲一些中医当中的一些常识, 你们不要认为中医很复杂, 中医非常科学, 也非常简单, 因为中医和西医它是怎么, 它有什么区别呢, 西医呢, 它是一个统计学, 它是研究人的血压, 人的血糖, 人的血脂, 大部分人都是一个什么脂, 所以它是按数值来说话的, 所以我们一到了医院, 首先医生告诉我干嘛, 验血, 验尿, 验便, 对嘛, 就像有一个笑话讲的, 一个人到医院了, 找延会, 找延会医生, 就是然后延会医生说, 先去验血, 验尿, 验便, 然后呢, 这人就去了, 去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回来, 哎呀, 这就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, 延会就着急了,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, 你干嘛去了, 这人就说了, 说我这个血也验了, 尿也验了, 这个变实在验不下去, 太难验了, 对嘛, 就没验下去, 就讲个笑话了, 就验血, 验尿, 验便, 你验这些东西要干嘛呀, 要得出一个数值, 然后呢, 根据统计学告诉你, 哎, 看你的数值正不正常, 正常了你就回去, 对吧, 没事不正常, 再看怎么去把数值变正常, 这是西医的一个理论, 对嘛, 所以西医叫什么, 叫对症治疗, 所以他看的是指标, 看是症, 但是有的时候, 对症治疗, 有的时候治标不治本, 比如说, 一个人血压高, 这是个症状, 但是什么引起的, 不一定, 对吗, 不一定, 有的是因为血管堵了, 有人是血管硬了, 有的人是压迫, 压迫, 颈椎了, 压迫血管了, 不可能, 有的是压力大了, 紧张了, 不可能, 所以要把病因找到, 这才是关键, 而不是只是对症, 对吧, 只是把你降到一个标准值就好了, 所以相对来说, 我们真的如果讲养生, 我们要多了解中医, 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, 那简直是这么讲太无知了, 你想一件事, 西医来到中国, 总共是150年, 那请问, 150年前的中国人, 我们是怎么活的, 我们也会遇到灾难, 我们也会遇到病, 我们也会遇到瘟疫, 我们也会都会遇到这些, 几千年来, 我们活过来, 靠什么, 靠中医, 中医博大精深, 但是其实它不复杂, 为什么不复杂, 你把它那个常识来了解, 因为中医是怎么,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, 中医, 它就是我们的祖先, 人类去看到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一些必然联系, 跟植物, 动物之间的很多的必然联系, 发现都是有关系的, 比如说为什么一到春天了, 很多人到春天了就容易困了, 为什么一到春天了, 就发现很多人出去, 愿意出去浇游了, 然后春天就开始爱动了, 对吗, 为什么一到冬天就不爱动了, 就发现人是受宇宙, 受天地, 受一年四季的影响, 于是就发现, 其实我们人会被这些去影响的, 于是总结出一个规律, 我们一旦学明白, 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, 其实很简单, 而且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些小常识, 就会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, 我们解释不清楚的一些事, 就可以解释了, 所以就稍微了解一下,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多复杂的学科, 当然这个常识, 特别我们中国人, 我们要了解,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, 我们都知道上火这个词, 对吧, 上火这个词, 那请问, 什么是上火, 我看上面有火火, 你以为火火就上火呀, 对吧, 所以什么是上火, 就你跟西方人去讲上火都不明白, 就只有中国人才知道, 什么是上火, 有一次我在北京, 有一个三年道医院的一个医生, 他来了, 那本来呢, 他就对安利好像有点偏见, 然后呢, 他又听我讲中医, 他意思说, 你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, 你怎么怎么样的, 你讲这些什么健康, 这如何如何, 就有点那种不屑一顾, 然后呢, 那咱也不能跟他吵架呀, 你看医生很尊重的, 我就说, 那医生, 我想问你一下, 我请问, 什么是上火呀, 他说, 上火就是炎症啊, 因为在西医当中会认为, 上火就是炎症, 你看炎子怎么写, 是不是两个火的炎, 对吧, 就炎症, 那然后我再问他, 我说那请问什么叫实火, 什么叫虚火, 哎, 他就回答不出来了, 但是他不能否认, 有实火虚火之分, 对吧, 我们作为中国人, 从小就听说, 哎呀, 虚火, 哎呀, 实火, 就我们不能否认, 有实火虚火之分, 但是我一问他, 就说不出来了, 就不能否认, 如果是一个老外, 是个外国人, 他不懂什么是上火, 因为上火本身, 就是中医的理论,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, 我们多少来了解一下, 当是一个常识, 不要觉得很复杂, 对吧, 但是我们学完之后, 确实你会觉得, 会帮到我们, 生活中很多的问题, 会发现, 特别特别有道理, 这是我们中国, 几千年的智慧, 对吧, 那后来我就说, 你看, 你看, 那我在中医当中, 是这么学的, 什么是实火, 什么是虚火, 本身上火, 就是叫多余的气, 就是火, 那什么叫上火, 就是多余的气, 那什么叫多余的气呢, 是因为人的身体当中, 我们都有气血, 所以我们的气血, 气血嘛, 对吗, 那什么是气, 什么是血, 说这个气乃血之帅, 血乃气之母, 就是气是融到血里的, 所以你看, 血就是气的母亲, 气得回家, 像我们回家找妈一样, 对吗, 所以血乃气之母, 那气乃血之帅, 那个气又是血的元帅, 气在动, 带着血动, 所以他们两个是融到一起的, 就叫气血平衡, 人就会很健康, 那什么叫上火, 就是气多了, 就上火, 那什么怎么会气会多呢, 什么会上火呢, 比如说我们身体, 我们正常对应着, 比如说五个气, 五个血, 对应着的, 那现在呢, 是变成了五个血, 变成了六个气, 是多了一个气, 就要上火了, 那这个叫什么, 就叫食火, 是实实在在的气多了, 那怎么会气多呢, 吃辣椒会上火吧, 就吃辣椒会让气变多, 长时间的晒太阳不喝水, 会上火, 就中暑就是上火的表现, 那就是气变多了, 运动, 过量运动也会上火, 因为动辄生羊, 吃一些火气大的食物, 比如说坚果类的, 是不是说, 哎呀吃多了是上火了, 是不是, 也是这样的, 火气大的一些食物, 它也是补气的, 对吧, 你把气, 你把我们这个李院长, 说西医在强热的中医理论面前, 就是弟弟, 这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院长讲的, 小龙讲的, 所以说你看, 我们吃了很多的一些食物, 它是产生气的, 是所谓的容易上火的食物, 一吃就上火了, 就气多了, 那你这个时候很好解决, 综合一下呗, 所以有一个饮料广告词叫, 上火就喝什么什么什么, 那其实呢, 这也不完全准确, 如果你自己不学, 你反而容易被它误导, 因为如果是食火, 你可以吃些西瓜, 凉东西, 用凉茶给它综合一下, 火就没了, 但如果你是虚火呢, 反而越来越严重, 什么是虚火, 正常是五个气, 五个血, 那如果现在并不是六个气了, 而是变成了四个血, 还是五个气, 那是不是还多一个气啊, 对吧, 那这个气, 并不是因为气多了导致的气多了, 而是因为什么, 而是因为血少了导致的气多, 这就叫虚火, 大家能理解吧, 对吧, 十火是真的气多了, 五个气, 五个血变成了六个气, 那虚火呢, 是五个气, 五个血, 现在是血少了一个, 显得气多, 那为什么血少呢, 现在大部分成年人, 特别是上了年级的人, 基本上全是虚火, 为什么, 因为血被耗掉了, 人熬夜会耗血, 女士的生理周期会耗血, 人每天在消耗都会耗血, 出汗也会耗血, 所以血被耗掉了, 所以就显得气多了, 叫虚火, 那如果是虚火, 它的症状跟死火是一样的, 也会口腔溃痒, 眼睛干涩呀, 然后鼻子, 鼻子里面像鼻炎啊, 嘴唇干裂呀, 口腔溃痒啦, 牙齦肿痛啦, 耳鸣啦, 很多很多上火的这种症状, 和死火是一样的, 那你小的时候有这种症状, 那你喝点凉东西就好了, 你长大了会发现, 越喝越严重, 为什么, 因为你是虚火, 并不是你蒸的气多了, 而是血少了, 显得气多, 你暂时把它压下去, 用凉东西, 但是越吃凉东西, 越伤血, 越耗血, 明明是, 四个血, 五个气, 多一个, 你吃凉东西, 反而变成了, 三个血, 五个气, 多两个气, 所以反反复复, 越来越严重, 所以根本的解决的原因是什么, 是要学会补血, 而不是往心弄气,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我们气血的平衡, 这个非常重要, 我们真的如果能把我们的气血平衡能够了解清楚了, 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, 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变得非常非常的好, 但是我们要, 我们要搞不清楚了, 你看是不是很多, 特别很多女生, 特别贪凉, 就总想吃凉东西, 常年要吃冰镇西瓜了, 冰淇淋了, 然后喝饮料又冰镇了, 对吗, 吃着火锅, 对吗, 喝着这个冰镇饮料了, 吃烧烤喝冰啤酒了, 这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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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的, 很恐怖的, 特别是冰镇西瓜, 对于很多人来说堪比皮霜, 为什么很多女生有点什么子宫肌瘤, 乳腺增生, 很多个问题, 其实全都是因为什么, 因为血被耗掉了, 虚火, 然后吃凉的, 因为身体寒就湿, 湿就会凝, 凝就会痣, 痣就会流, 流就是癌, 你看如果寒, 像我玻璃窗外面如果有凉空气, 是不是就会有湿气啊, 有了湿气就凝住了嘛, 那凝住了之后呢, 凝住之后呢, 不就气质了吗, 气质血淤了吗, 然后不就是流了吗, 所以其实人的很多的病从哪来, 都是因为寒气来的, 所以寒气很恐怖, 对吧, 所以一旦一个人如果有虚火这种情况, 他反而为什么贪凉, 是因为, 是因为他的这个火气旺嘛, 火上面飘着呀, 就很多症状了, 口腔溃痒了, 上面灶啊, 他很喜欢吃凉的东西, 但一旦是虚火, 越吃凉的越出问题, 这时候一道补血, 那还有一个症状, 就是很多老年人, 特别容易, 白天迷迷糊糊的, 看了电视睡着了, 一躺下还精神睡不着了, 然后睡觉也是一段一段的, 一会儿就醒了, 睡不死, 这是典型的缺血, 就典型的缺血, 虚火饶头, 就是虚火党制的, 为什么, 因为当一个人血少了, 你本来血在身体当中, 气血的运转, 对吧, 你血少, 是不是要给到心脏啊, 给到脏气啊, 给到四肢啊, 你看我现在在运动, 我在动, 就包括讲话, 都是要有气的嘛, 没有气怎么会动呢, 但是呢, 如果今天我在这边, 比如我来动, 我的血是少的, 我分不住四肢, 到了大脑, 它就容易供氧不足, 供血不足, 就特别容易困, 很多人特别容易困, 迷迷回忆困困, 看完电视也睡着了, 上传课也睡着了, 对吧, 你开个视频, 哎呦, 你睡着了, 但是, 所以好了, 你躺下睡觉吧, 你躺下, 又睡不着了, 又精神了, 很多老年是这样的, 为什么, 是因为人在躺下的时候, 我们的血液是要回肝脏的, 就, 一躺下, 血要回肝脏, 然后呢, 血液回来, 是不是气就跟着回来了, 就气和血一起都要回个肝脏, 那如果我们的血液只剩了三个, 就刚才讲的三个, 就是血少了吗, 只剩三个血, 是不是三个气跟着回来了, 另外两个回不来, 就说妈不在家, 儿子没法回家, 对吗, 血乃气之母吗, 那没办法, 怎么办呢, 那个气无家可归, 就在外面飘着, 飘到哪里, 往上飘, 往头上飘, 睡觉虚活绕头, 所以你就睡不着, 晚上躺着就想事, 睡不着, 迷迷糊糊糊睡着了, 然后呢, 稍微呢, 有一点动静都醒了, 都是睡得不实, 你看很多人看看电视睡着了, 电视一关, 那又有精神了, 那明明睡着了, 怎么电视一关了, 怎么又醒了呢, 就没有真的睡着觉, 没有进入深度睡眠, 对吗, 就说明什么, 气没有真的完全回到内脏, 在头上飘着, 所以每天会睡很多觉, 但是呢, 都不减乏, 这是典型的缺血了, 特别是女士年龄大的, 就更容易这样, 为什么女生会好血呀, 而且平时喜欢吃凉东西的人, 更容易这样, 更容易好血, 所以我们要怎么要补血, 那怎么补血, 叫气血的平衡, 可能说补血是不是要吃恶胶, 不是吃恶胶, 恶胶它本身不补血呀, 那你怎么为什么中医都说恶胶补血呀, 中医讲的恶胶补血是什么原理呢, 并不是恶胶本身补血, 是因为中医用了驴的收敛的特性, 你看驴是不是比较慢呢, 性格也慢, 脾气也倔, 和马是相反的, 马是万马奔腾的, 对吧, 马是对吧, 奔跑的, 但是驴呢都走在三间小路, 所以驴的特性是收敛的, 所以驴它的肉也好, 皮也好, 它就是那种气, 就是收敛的气, 这就是动物也好, 植物也好, 人也好, 其实它的特性都是不一样的, 驴和马的特性不一样, 就是气决定, 包括有很多人, 有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每天特别精神, 精力旺盛, 这如何如何有精气神, 有的人每天就迷迷糊糊的, 有没有, 这也是气决定的, 气决定的, 所以说那我们的老主人就发现, 这个驴的性能收敛, 于是就把驴皮拿过来, 熬成这个东西叫恶胶, 人吃了之后呢, 它会收敛, 它会把散到四肢的血, 把它收回来, 收到我们内脏, 所以在治病的时候, 我们的心脏也好, 哪里缺血了, 用恶胶, 它就往回收, 但它并没有真正的补血, 那真正的补血要补什么, 真正的补血一定要好好吃东西, 要吃什么, 吃五股杂粮, 所以中医讲五股为养, 那种不吃主食去减肥的人, 没有一个能够减肥成功的, 就算暂时减肥了, 早晚会反弹, 而且你的身体会出问题, 我每天吃好多的主食, 面条啊, 馒头啊, 米饭啊, 今天我还煮了大茶粥, 东北大茶粥, 哇, 简直太好吃了, 因为我们那个六升汤锅, 煮了一个大锅, 今天金秀在我家, 对吧, 吃到了, 对吧, 大茶粥配上鞋鸭蛋, 哇, 简直是绝配, 对吧, 我都是一次吃两个大碗, 一会儿结束后我再去吃一碗, 就为什么一定要吃主食, 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靠我们身体的脾, 来运化五股杂粮产生气血的, 那种不吃碳血化化物, 不吃主食的人, 你时间长了一定会气血亏, 因为就是五股为养, 你不吃五股能行吗, 不可以,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理论说, 我不是碳水, 什么生酮饮食如何如何, 那都是骗人的, 不能说骗人了, 因为你要减肥, 确实能让你的重量下来, 但是实际是健康, 你看你们都听说赵敏了吧, 赵敏是不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, 他为了减肥, 六个月不吃主食, 重量是下来了, 他自己是不讲, 结果呢, 整个的身体的皮是泻的, 然后呢, 睡不着掉, 开始掉头发, 最后得了抑郁症, 他现在为什么已经完全康复了, 其实抑郁症, 他并不是心理疾病, 他这是身体的疾病, 就大部分了, 有些是天生的如何, 大部分了, 是什么, 他就是因为, 是因为长时间的不吃主食, 导致的血被耗掉了, 血被耗掉是不是气多了, 虚活扰头睡不着觉, 而且血少了, 血被耗掉了, 他是不是就掉头发, 因为中医讲什么, 发乃血之鱼嘛, 头发是血的鱼腹嘛, 你看头发也掉, 然后呢, 身体, 他就等于身体就是, 就是你一下你睡不着觉, 那你这个气多, 你就容易思虑, 而且讲的基本上是负面的, 对吗, 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, 你真的很消极, 很抑郁,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, 是因为血少导致的, 所以其实真的一个人想补血, 要好好先调皮, 把我们的皮胃调好了, 要认真的吃五骨杂粮, 五骨为养, 而五骨当中最好的是什么, 是小麦, 因为小麦是五骨之手, 小麦特别好, 我说你看一些中医, 如果说你脾虚, 中医一般都建议你吃什么, 吃面食, 因为面食是小麦做的嘛, 建议你吃面食, 面食很好, 那你说我不爱吃面食怎么办, 而是你吃面食, 吃多了也确实容易胖, 那你吃太油碳水了, 也确实你容易有脂肪堆积, 怎么办, 我给你们推荐一块产品, 特别好, 每次我们的老师, 这个只有中国大陆有, 纽粹来安利在全球行销, 110个国家, 这款产品只有中国大陆有, 其他地方都没有, 老师在台湾的时候, 特别疫情的时候, 我没法带给老师去快递, 结果这东西还不让记, 有很多就退回来, 老师每次都吃很多, 我现在也是每天都是吃十几粒, 你看你们都知道辉辉老师, 辉辉老师他先天的心脏的二节拜狭窄,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, 他在包里边, 家里边, 到处都处都处要去心丸, 就是他的心脏是不好的, 他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, 是要做心脏半门的移植, 那个手术的, 结果呢, 后来就开始学习领养之后, 他就开始吃这款产品, 什么, 小麦配芽油, 他就一天15粒, 一天15粒, 吃了已经16年了, 没肩断过, 他的心脏已经好了, 你说谁会想到, 这个是在医院是不肯溺的, 为什么小麦配芽油这么好, 因为小麦配芽油, 是从小麦的培芽里面, 提炼成的精华, 他是集天地之气啊, 所以就特别好小麦配芽油, 所以他就是能够补气血的, 而且他也, 他为什么被称为, 什么男人的加油站, 女人的生育分啊, 特别特别好, 而且小麦配芽油, 他其实纽纯来的科学家, 他为什么会用小麦配芽油呢, 他也是发现, 什么, 说人家身体啊, 需要补充维生素E, 因为维生素E是调节荷尔蒙的, 是调节荷尔蒙的, 就是它是调节荷尔蒙, 它不是激素, 什么是激素, 你看, 有的女生会长出胡子, 有的男生不长胡子, 然后有的男生讲话娘娘腔, 对吧, 那是因为荷尔蒙的问题, 那如果你的雌性荷尔蒙多, 就表现出来是女生的特点呢, 那雄性荷尔蒙多, 就是男生的特点嘛, 对吧, 他很多人用激素类的东西去治病, 有的女生自出猴子节来了, 自出胡子来了, 就是用激素弄不好, 但是呢, 小麦, 那维生素E好在哪里呢, 它是调节荷尔蒙, 让女性更有女人味, 男人更有男人味, 就是它是人, 你给了身体, 但是维生素E, 你不能去跑到外面买药店的维生素E, 因为维生素E和维生素A是一样的, 吃多会中毒, 吃多会中毒, 那纽约来怎么解决呢, 用小麦培压油, 小麦培压油吃到身体当中, 它也是一样, 身体需要多少转化多少, 需要多少转化多少, 那转化, 如果说没吸收的呢, 储存到肝脏里, 需要了再来, 所以小麦培压油, 你去用特别好, 它是对人补的人气血非常好的, 所以要把它皮好好调, 那我们吃的汉本萃的系列, 就是红色的汉本萃, 它是更快的去补血的, 红色的汉本萃, 它里面放了有人参, 就明峰南那对, 有人参啊, 有枸杞啦, 对吗, 就这些, 真的非常非常好, 后会老师现在, 他每天吃10条红色汉本萃, 他, 我从认识他, 他就一直是什么, 就一直都是,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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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属于血压低, 对他和炼军一样, 就是没超过80, 就基本上57,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, 结果呢, 就是有了汉本萃, 一天10条, 一天10条, 结果呢, 前两天, 前段时间我们去, 去打疫苗, 结果一测, 他的血压竟然达到了70, 100亿, 70,100亿, 就是他, 你为什么, 因为血压低是什么, 血压低不就是因为, 你血流量少吗, 然后你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吗, 你就把这个汉本萃好好补, 因为红色是不是入心, 对吧, 这也是335, 5里面讲的, 红色入心, 这个其实我们讲的5是什么, 是5维养生, 就是这种5个维度的, 我们的养生并不是简单的, 你说我身体, 我缺这个了, 补那个, 我要补这个, 我们之间的各个脏期, 是联系着的, 比如说现在是, 是这个春天了, 春天是需要养肝的, 因为春天是生发的季节, 那春天万物复苏, 往上生发, 那肝也是, 肝属木, 就生发的季节, 所以春天一般都是, 各个企业进人的时候, 我们安利团队春天都是进人的时候, 每个时候进人多的时候都是春天, 我们上个财年, 整个团队进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春天, 因为为什么, 因为春天生发, 人家想不住跑, 而且你闲着还会憋出病, 就要往处发, 对吗, 所以春天就是个好时候, 所以你看很多人化工做, 不一般不就是春天吗, 对吗, 就是春天生发的季节, 这时候很重要, 所以春天也是养肝的时候, 那很多人说, 好了我养肝, 我就开始吃什么护肝片了, 吃什么壁竹了, 如何如何, 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的, 因为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, 并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的, 你就单独补肝, 不是, 它是有个相生相科的, 比如说, 是不是肾是生着肝的, 水生木, 所谓的肝肾同源, 所以你想, 你想要去补这个肝, 你一定要补肾, 为什么说春天的容易迷糊, 容易困, 是因为肝在生发的时候, 但是如果肝那个经络, 它不通, 它生不生去, 它还会磕什么, 磕胃, 因为我们这个以后来学好, 今天稍微讲一点点, 因为这个专门拿出一个时间来讲这个五为养生, 就是它讲有相生相科, 那肝生是, 肝磕什么, 肝就是等于说, 木, 肝属木, 木磕是什么, 木磕的是土, 那土是不是就胃, 所以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, 特别容易胃疼, 胃不舒服, 为什么, 是因为肝经不通, 肝的气要往上走, 肾气, 肝气, 脾气, 就脾气的这个气机都是往上走的, 都要往上走, 它走不上去就会磕那个木, 就磕胃, 胃疼, 那你要怎么办, 反而要干嘛, 因为要先提升肾阳, 要肾的阳气要足, 肝的阳气才能足, 那肾的阳气足要补什么, 银杏肉丛容特别好, 再加上蓝色的汗本脆, 我有一个补肾的一个配方, 真的非常好, 就是999, 当然不是39胃态了, 对吧, 绝对比三个9要好, 就是每天9粒盖每片, 9粒银杏肉丛容, 和9条的蓝色汗本脆, 你好好用这三个, 效果非常好, 甚乃先天之本呢, 对吧, 你把它好好调, 那我们讲到335, 三个力, 三个平衡, 最后5就是五为养生, 那当然五为养生, 就稍微讲的要多一点, 今天就没时间讲了, 以后呢, 我们会专门有时间来讲个话题, 像你们可以多关注文强的直播, 关注我们团队的一些直播, 老师我喝什么呀, 我喝的是爱丽萨斯的饮料, 然后呢, 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, 各个脏器之间的一些关系, 我们是彻底要把身体的这个契机调好了, 就五个维度的养生, 我们要多多学一学, 各个脏器之间的相生相科呀这些, 就会特别好, 今天呢, 就没有时间去展开去讲了, 所以我们呢, 要多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, 多来学习, 首先我们记得, 要把健康交给学习后的自己, 是一个非常重要, 而且我们让自己健康了, 我们再帮助身边的人健康, 再去传播健康, 健康财富就来了, 你看燕君大鹏, 包括采坤, 他们为什么做得快, 他们就是因为改变大呀, 他们就是让健康在自己身上发生了, 就影响了很多人呐, 是不是啊, 我们今天人吃五穀杂粮,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, 这这么生存着, 谁身体还没点问题呢, 但是你就要是,